第3261章 凡兴天允 很显然 严克神王并没有倾尽全力 他看出既天行是神君实力 心中很是轻蔑和不屑 但既天行非常狡猾 一直跟他游走 缠斗 根本不与他正面对拼 一怒之下 严克神王爆发全力 使出了严氏异族的绝学神通 凡兴天允 严克神王怒吼一声 浑身绽放璀璨夺目的金光 爆发出汗天洞地的神威 他张开双臂 急速挥舞 施展出绝学神通 刹时间 以他为中心的五千里天空 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金色星辰 刷刷刷 整整六千多颗金色星辰 犹如流星般坠落 吸着轰杀一切的威势 朝济天行倾泻而下 这一刻 五千里天地都被金光笼罩 变得光芒刺眼 神力浩荡 他的这招绝学神通 和继天行的诸天剑阵 有一曲同工之妙 但是 论神通的深奥和变化 却远远不及诸天剑阵 纵然如此 几千颗璀璨的金色星辰 同时轰杀下来 也足以将继天行轰杀成渣 围及关头 继天行也毫不慌乱 看到颜克神王施展凡兴天允 看清了漫天金色星辰的运行轨迹 他不仅不担忧 反而露出了玩味的笑意 凡兴天允 时隔千年 又看到这招神通绝技了 毫无疑问 千年之前他与颜太贤 颜龙交手时 就见识过这招神通的威力 而且 颜太贤和颜龙施展的凡兴天允 更加气势雄魂 威力也更恐怖害人 但那时的他 轻而易举地将其化解 令颜太贤和颜龙无比惊骇 尽管 今日的他不是神王 他也不能像当年那样 以出神入化的剑道 轻松破掉凡兴天允 但他对凡兴天允的了解 远超颜克神王的预料 小子 你这招凡兴天允 只学到了一些皮毛 连你爹的三成火候都没有 真是不成器啊 祭天行不躲不闪 置身于漫天金光和凡兴之中 满脸轻蔑地冷笑着 一边说着 他施展魂天无极秘法 身影变得透明模糊了 刷刷刷 几百上千颗宫殿那么大的金色星辰 快如闪电般轰向他 却都毫无迟滞地穿过 没遇到半分阻力 轰轰轰轰轰 一颗又一颗金色星辰 狠狠轰落在大地上 爆出阵龙发聩的巨响 整座清玉神宫都在剧烈战斗 大地献出一个又一个巨坑 裂开无数篝祸 蹦践出遮天蔽日的尘土 无数星辰都消散了 重归于大地 而纪天行始终站在天空中 面不改色 安然无恙 看到这一幕 颜柯神王当时就傻眼了 震惊的目瞪口呆 你 你怎么可能 他怒目圆瞪 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 忍不住发出惊呼 纪天行笑盈盈地望着他 说道 遥想当年 你爹与那位剑道神王 在天山之巅对战 和其妖眼夺目 同样是这招繁星天允 你爹能引动九千颗玉外星辰 如流星雨般轰落 九千星辰浓缩到极致 接受他的掌控 能瞬间结成阵法 真正的繁星天允 远不止一轮轰击 还能借助阵道 回圈运行和攻击 更能蕴含一百多种法则力量 那才是真正的繁星天允 足以让所有中卫神王胆寒 而你施展的这招繁星天允 不过一轮猛轰 三千星辰尽数消散 真的是徒有其表 令人失望至极 若你爹还活着 看到你如此不成气 只怕气都要气死了 既天行侃侃而谈 说出了繁星天允的精髓和奥妙 就像长辈在教导晚辈一样 严克神王听得心惊肉跳 既惊又怒 忍不住咆哮起来 混蛋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教训本王 我爹与那未见到神王大战 天下强者都未亲眼见到 你怎么可能知道 你一定是在湖边乱造 故意扰乱本王的心神 严克神王一边咆哮着 一边挥舞青铜战己 拼命猛攻济天行 济天行保持透明状态 身影在天空中闪烁 仿佛完全不受力 轻松躲开了所有攻击 他一边抵挡 躲避严克神王的攻击 一边冷笑道 小子 你明知本王的话句句属实 却要昧着良心否认 看样子 你从小就很崇拜你爹 以他为榜样 立志成为他那样的强者吧 你以为你继承了天川玉主之位 仍在努力修炼 就能继承你爹的衣钵了 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这是对你爹的侮辱啊 诚然 严克神王自幼崇拜父亲严龙 以其为榜样和目标 立志要成为父亲那样的强者 甚至 他还要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比父亲更加强大 但很可惜 严龙早在九百多年前就陨落了 他继承天川玉主之位 成了严氏一族的最强者 却是独目难知 如今的严氏一族 人才凋零 势力和威望也一落千丈 这对严克神王备受打击 也一直设法壮大士族 但收效甚为 如今 继天行当面揭穿了真相 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这番话让他非常受伤 信心和尊严都被践踏 又怎能不暴怒若狂 啊啊啊啊 你闭嘴 不要再说了 你有什么资格置凭本王 又有什么资格议论家父 你不过是个弱小的神君罢了 若以一般的存在 严克神王就像受伤暴怒的狮子 咆哮的同时 更加凶猛地扑杀继天行 继天行的魂天无极秘法 也受到极大的压制 难以维持太长时间 他不得不顺移躲避 避开严克神王的锋芒 继续对他展开言语攻势 小子 本王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这就戳到你内心的伤痛 伤到你的尊严了 呵呵呵 是你自己不成戏 未能精通言是一族的绝学 还要掩耳道灵自欺欺人 你说本王孱若不堪 楼椅一般 那你呢 你连本王都奈何不得 只会发疯咆哮 又是何等不堪 既天行的这番话 可谓自自诛心 每一个字都像利剑 精准刺中严克神王的心脏 戳中他内心最敏感 最脆弱的部分 这让他的情绪更加失控 神志无法保持清醒 神力也变得问乱了 啊 你到底是谁 除了那个该死的剑道神王 还有谁知道这些 第3262章强武之末 严克神王百思不得其解 他知道既天行说的 全部都是真的 但这些秘星 除了他父亲严龙 伯父严太贤和那位剑道神王 不应该有第四个人知道 以至于他有过那么一瞬间 怀疑既天行就是那位剑道神王 但这个念头一闪即逝 再也没有冒出来过 毕竟 这太荒唐可笑了 当年那位剑道神王 能轻松击败严龙和严太贤 至少是七重镜的上位神王 千年时间过去 就算那位剑道神王的实力没提升 也不可能退化至神军镜啊 因此 严克神王怎么都想不明白 内心充满了困惑和愤怒 偏偏记天行怎么也不肯说出答案和真相 就是要扰乱他的心神 逼他发疯癫狂 严克神王看出记天行的意图 便逐渐压制了怒火 慢慢冷静下来 小畜生 不管你说的这些事真是假 但本王早已看穿了你的阴谋 你就是想扰乱本王的神志 吐厌时间等待援君 别痴心妄想了 本王要灭了你 练换你的神魂记忆 自己寻找答案 严克贵为神王强者 当然也掌握了攫取神魂记忆的神通 他打定了主意 不再根迹天行废话 全力以赴的猛攻 横扫九州 乾坤一职 严克神王挥动青铜战己 爆发初识成功力 不断使出各种神通绝技 既天行一直处于透明状态 身影模糊不清 百般神通绝学杀向他 他都竭尽所能地闪避 实在躲不开的 就算被击中了 也不会受伤 尽管如此 严克神王也不气馁 仍然持续不断地猛攻 因为他坚信 不管既天行动用了何种神通 再怎么诡异莫测 也要靠神力支撑 这种神通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必定有力量耗尽的时候 而他的狂猛进攻 会加剧既天行的神力消耗 使其尽快结束透明状态 若非如此 既天行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又何必夺闪他的攻击 事实上 严克神王的推断没错 既天行的魂天无极神通 确实不能一直保持 他的功力越深厚 透明状态就持续地越久 遭受的攻击越强大 保持的时间就越短 在严克神王的狂猛进攻下 他仅仅坚持了一个时辰 就难以为继 身影恢复正常了 魂天无极的状态消失 且短期内不能重复施展 这让既天行的处境更加凶险 严克神王满腔得意 仰头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还敢在本王面前装神弄鬼 本王早就看穿你的虚实了 不能再施展那种神通了吧 你很快就要完蛋了 一边大笑的同时 他精神抖擞的挥动战己 又对既天行展开了猛攻 既天行不能与之正面对抗 只能顺移躲避 施展见到神通与之周旋 两人的身影 在天空中不断闪现挪移 令人眼花缭乱 双方施展的各种神通 绽放出绚烂的神术光影 碰撞出漫天光滑 发出响彻云霄的巨响 战斗波及方圆八千里 使得周围的山川 森林和湖泊 都变成了废墟 随着时间流逝 既天行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他不仅神力剧烈消耗 力量越来越虚弱 伤势也越来越严重 长发蓬乱染血 白袍撕裂成许多布条 迎风飘舞 还被鲜血染成了金色 就连他的身上 也不满了纵横交错的伤口 不断涌出金色的神血 但他始终咬牙强撑着伤势 凭着超强的恢复力 缓慢愈合伤口 至于他的神力 消耗过去之时 便通过补天珠和五行世界来补充 正因如此 他才能顽强支撑下来 当然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颜克神王也受了伤 从他出手破阵到现在 基本没有修习过 神力早就消耗了三四成 再加上 他之前被轮回杀阵打的伤痕累累 也一直没有时间处理伤势 又跟季天行厮杀 激斗这么久 他的力量也在不断衰弱 只是相比起季天行 他的处境要好一些而已 若两人中有一个要倒下 先倒下的人也绝对不是他 半天 一天 一天半 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竟已是两天过去 经过两天的厮杀大战 季天行和颜克神王都精疲力尽了 攻势也明显减缓许多 此时的季天行 已是浑身血肉模糊 伤势惨不忍睹了 颜克神王的伤势并未加剧 但力量消耗太大 仅剩下四成十力 当然 他继续狂猛进攻时 季天行只能被追得满天飞 四处躲藏 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击败和擒拿季天行 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 历经两天的交手厮杀 颜克神王彻底收起了轻视之心 他对祭天行 也多了几分忌惮和欣赏 老海之中 总是忍不住冒出许多念头 太不可思议了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 怎能妖孽到如此地步 本王是四重镜的中卫神王 他只是个巅峰神君啊 正常情况下 他这种蝼蚁般的存在 都是被本王轻松秒杀的 他竟然拖延了这么长时间 本王都没能斩杀他 这要是传扬出去 并会震惊天下 让无数强者惊掉下巴 真难以想象 若是他突破至神王境 又是何等可怕 估计神王境一中的他 就能跟本王打成平手 甚至于 还有希望战胜本王 颜克神王越想越心惊 对祭天行的态度 也在无形之中改变 多了几分敬畏 当然了 他对祭天行的好奇心 也是越来越浓 他打定了主意 不论如何都要练 化祭天行的神魂记忆 解开心中所有的疑惑 就这样 又是一天过去了 两人整整厮杀 周旋了三天时间 终于要结束了 这天傍晚 夕阳将要坠落云海之时 祭天行的力量将要耗尽 行动迟缓 再也难以抵挡颜克神王的攻杀 危急关头 他咬牙做出决定 动用了五行世界之力 灭世之剑 他动用了双倍的世界力量 凝聚成一道长达万丈 开天辟地的神圣巨剑 不顾一切的斩向颜克神王 第3263章神王之光 如今既天行的实力更强 能催动的世界之力 也比以前强十倍以上 自然 他施展的这招灭世之剑 也真正是毁天灭地 威力恐怖至极 这种完全陌生的力量 令颜克神王大为震惊 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竟有无形的镇压之力 进过了他的行动 使他寸步难行 面对当头斩来的万丈巨剑 他根本无法避开 只能倾尽全力地抵挡 横枪问天 颜克神王怒吼一声 双手握着青铜战戟 高举过头顶 爆发出毕生之力 翁 无穷无尽的神力 灌注于青铜战戟中 爆发出绚烂的金色神光 下一杀 更加璀璨夺目的灭世之剑 轰然淹没了颜克神王 狠狠批中了他 轰隆 震耳欲聋的巨小 在天地之间爆出 想彻整的清玉神功 令得万里大地都在震战 无尽金光之中 青铜战戟被批飞了出去 翻滚着飞到百里之外 插在了大地上 颜克神王也被批得倒飞出去 粗壮结实的双臂当成崩裂 狂飙鲜血 就连他的口鼻中 也喷出了血溅 脸色成灰白色 更惨烈的是 世界之光笼罩他全身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侵蚀之力 他身穿的青铜铠甲 本就布满了凹坑和裂纹 又被世界之光洗礼 青铜铠甲当场崩溃 犹如风化的岩石一样 变成了无尽洗纱和尘埃 失去了青铜铠甲的保护 颜克神王的血肉之躯 也被世界之光消去了一层 他不再像之前那么粗壮魁梧 变得受血了很多 当然 代价就是浑身飙血 痛苦地咆哮起来 啊啊啊 你这个狗贼 畜生 本王一定要把你错步扬灰 一定 遭到如此重创 颜克神王的实力大跌 倒飞出百里远才跌落在废墟中 大地被砸出个深坑 见其漫天烟尘 周围裂开无数缝隙 但他暴怒欲狂 愤怒地红了眼 他浑然不顾自身的伤势 从深坑中一跃而起 再次飞上天空 迎着漫天消散的金光 满身是血的他 犹如疯狂的猛兽 不顾一切的杀相计天行 畜生 受死吧 怒吼的同时 他以心神联系青铜战己 青铜战己立刻从大地中飞出 落入他的手里 他冲到纪天行的面前 双手握着青铜战己 不顾一起的横扫而去 镇压天地的神威 笼罩了纪天行 使他无法移动 不能躲避 无奈之下 纪天行只能双手握着藏天剑 全力抵挡 当青铜战己轰然砸中藏天剑 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纪天行当场被砸飞了 藏天剑也差点脱手 冲击力量太过猛烈 导致他双手骨折 双臂也无力地搭蜡着 并且 他的脏腑也遭到剧烈冲击 出现了破碎和一未圆的情况 人还在倒飞的过程中 他口中就冒出大鼓大鼓的血墨子 脸色也苍白如指 扑通 飞出几十里远之后 他从天而降 怦然砸落在大地上 尘土似箭 大地也裂开了缝隙 纪天行强忍着伤势和剧痛 连忙飞出深坑 然而 他刚出现在天空中 壮弱疯狂的炎克神王 又凶悍地扑杀过来 青铜战己一挥 又泼洒出上千道耀眼的枪影 笼罩了纪天行 纪天行只能催动神力 凝结一道防御护盾 并以心神御剑 比档漫天枪影的轰杀 砰砰砰 一连串的闷响爆出 纪天行再次被打飞了出去 这一次 他的伤势更加惨重 口鼻中都喷出了鲜血 别落在三十里之外 身穿的白袍 早就变成了金色 完全被神血湿透了 他的伤势太重 神力也几乎耗光 不断地剧烈喘息着 扑通 他又一次跌落在大地上 溅出漫天灰尘 神区的痛苦 并未影响他的神智 他心中有些失望和无奈 默默叹息一声 哎 神君和神王之间 终究是隔着天线 处于完全不同的境界 哪怕是我 也无法跨越鸿沟 以巅峰神君的实力 打败四众镜的中卫神王 若我恢复到神王镜该多好 哪怕只是神王镜一众 也能打败严克 不至于落得如此地步 想到这里时 他又扭头望向一眼神功深处 那座石屋的方向 朝清狱啊朝清狱 千年未见你都没一点长进吗 我已经拖延了那么久 你却还未醒来 真是令人失望 这时 颜柯神王手持着青铜战己 满脸凝笑得逼近 结结结 小畜生 你继续逃啊 继续躲啊 本王早就说过 你绝不是本王的对手 今日必死无疑 任命吧 你的死息到了 话应落实 颜柯神王已经来到了 纪天行的头顶 他双手握着青铜战己 高高举起 疯狂积蓄力量 准备狠狠刺下 纪天行知道 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下一杀 青铜战己轰杀下来 他就要当场身亡 他不仅会被颜柯神王斩杀 还会被炼化神魂记忆 赤矣至此 也只能动用九天石掘塔 以此保命了 既天行暗想着 便要祭出神塔 但就在这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清玉神宫的深处 陡然亮起了璀璨的七彩神光 冲天而起 刷刷刷刷 那绚烂夺目的七彩神光 照亮了整个神宫 遮蔽了万里天空 神光急速翻涌 凝结出漫天风火雷霆 暴闪着紫色金色和红色的雷光 并且 神光释放出恐怖的神力波动 气息非常神圣浩荡 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既天行和颜柯神王都愣住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神宫深处 露出惊讶和诧异的眼神 沉默了两个呼吸后 两人看清了神光景象 感受到神圣雄魂的气息 同时发出了惊呼 神王之光 那是属于神王强者的力量波动 怎么回事 难道有神王强者突破了 是朝清玉娜的混蛋吗 惊呼之后 既天行突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顿时双眸精亮 恢复了希望 而颜柯神王狠狠皱眉 表情变得有些难看 第3264章行走的神丹 可恶 难道朝清玉娜的狗贼 不仅恢复了伤势 还突破了境界 他是神王三重 一旦突破 岂不是神王四重 跟本王一样了 颜柯神王的表情阴沉 内心暗自揣测 看看自己的凄惨伤势 若朝清玉真的突破了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短短两席之后 颜柯神王意识到另一个情况 以 那片神王之光 怎么有烽火神雷形成的特殊图案 那股神力波动的气息 怎会如此熟悉 颜柯神王目光灵力地望着神宫深处 满腔疑惑 仔细观察和感应着 略是观察 他的眉头皱得越紧 表情也越发古怪 片刻之后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即恍然大悟 表情巨变 啊啊啊 是风雷洗魂丹 本王的风雷洗魂丹啊 显然 颜柯神王从风火神雷的景象 以及浩荡的神力波动中 感应到了风雷洗魂丹的气息 他顿时就愤怒地发疯了 心忧如焚 甚至 他无视了不远处的祭天行 不顾一起地冲向神宫深处 因为他猜到了 有人已经服用 或者正在炼化风雷洗魂丹 那是他费尽心思和手段 付出巨大代价才得到的神物 堪比性命般重要 他可以暂时不杀祭天行 却不容风雷洗魂丹有任何闪失 西欧 壮弱疯狂的颜柯神王 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天空 直奔神宫深处而去 趁此机会 祭天行联盟拿出两颗神丹伏下 借助补天珠的力量镇压伤势 他快速运弓炼化药力 浑身也蒙上了一层神圣白光 伤势正在快速愈合 眨眼间 颜柯神王冲到了神宫深处 他亲眼看到 前方不远处的空间边缘 有一座万米高的维厄山峰 山峰之巅 有几间古仆简陋的石屋 那冲天而起的神王之光 就是从石屋中冒出来的 之前他合计天行厮杀大战 战斗鱼泊围及八千里 这座山峰却在边缘 侥幸保存了下来 并没有被摧毁 当然了 这里面也有记天行故意避开的因素 他知道朝清玉和兰儿都在石屋中 所以战斗时尽量避让 以免危及他们的安全 果然是风雷洗魂丹的气息 谁敢碰本王的神丹 都得死 颜柯神王情绪激动又狂躁 双目赤红地咆哮着 快如极电地冲向石屋 眼看着 他飞到山峰的上空 离石屋非常近了 就在这时 石屋中飞出一道青色身影 释放出九道七彩光柱 迎面轰向颜柯神王 颜柯神王下意识地抬起青铜战己 挡在身前 轰龙 震耳欲龙的巨响声中 颜柯神王被震得倒退百里 浑身又洒落一棚血雨 力量更加虚弱了 而那九道绚烂的七彩光柱 也被震得支离破碎 蹦剑出漫天碎片 待漫天光滑散静 天空恢复清明 这时才能看清 两道身影在天空中 相隔万丈之遥对峙着 一方是身高实丈 血肉模糊 凄惨猙獰的颜柯神王 而另一方 却是个身高丈瑜 体型受血柔弱的大眼神族女子 那女子看起来约莫三十岁左右 穿着淡青色的长裙和衣衫 面容端庄秀丽 后背还有一双火红色的羽翼 她气质优雅贤静 颇有种空谷幽蓝的清新气息 最重要的是 她的实力是神王静衣重 她刚突破神王近不久 体内雄魂浩荡的神力 仍未完全平息 还在奔流不止 气息外放 就更容易被探查清楚 颜柯神王双目如血地瞪着她 愤恨欲狂地咆哮道 贱婢 你是谁 海本王的神丹 青山女子并不愤怒 面色平静如水 眼神冰朗 与其默然地问道 你是颜柯神王 就是你从其他大陆 追杀曹青玉至此 颜柯神王咧嘴鸣笑 语气森然地冷喝道 曹青玉纳得狗贼 盗取了本王的神丹 死有余辜 看你这般模样 定是曹青玉的朋友或家眷 曹青玉当了缩头乌龟 却把神丹藏在你身上 真是可笑 见弊 本王不与你废话 乖乖交出神丹 本王可以给你个体面的死法 青山女子依旧没有动物 只是促起秀眉 与其默然地道 神丹从何而来 本王并不想知道 本王只知道 那颗神丹是轻欲用性命换来的 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想让本王交出来 做梦 颜柯神王怒急而笑 杀气腾腾地咒骂道 好 很好 果然不愧是曹青玉的家眷 卑鄙无耻的模样 跟他如出一彻 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本王就让你死得明白痛快 话音落实 颜柯神王双手握着青铜战己 刺出上百刀猎天枪影 朝青山女子杀去 青山女子背后百里就是石屋 他不愿战斗波及石屋里的曹青玉 便占比锋芒 朝着远楚逃去 轰轰轰 漫天枪影落空 轰杀在大地上 爆出正耳欲聋的巨响 溅出遮天烟尘 大地被轰出个五百里的巨坑 狂暴的冲击力 使得那座山峰剧烈摇晃十几次 好在山峰并未垮塌 山巅的石屋也完好无损 颜柯神王猜到朝青玉可能在石屋中 但他暂时无暇顾及 他百分之百肯定 风雷喜魂丹就在青山女子的身上 甚至于青山女子浑身散发着神丹的气息 就是一颗行走的风雷喜魂丹 无论如何 他必须先夺回神丹 再解决其他事 剑壁 李修想逃走 拿命来 见青山女子逃向神宫大门的方向 颜柯神王怒吼一声 拎着青铜战机展开追杀 青山女子一步千里 眨眼间就飞出八千里远 这才停下来 他刚要施展神通 便看到不远处的大地上 纪天行正在运功疗伤 看到纪天行伤痕累累 满身血迹 凄惨狼狈的模样 他心神一颤 内心涌出浓浓的感激和愧疚 天行公子 你的恩情 我们铭记于心 李快退开疗伤 我来抵挡这个混蛋 青山女子朝纪天行呐喊一声 便转身迎向颜柯神王 展开厮杀 正在疗伤的纪天行睁开双眼 盯着青山女子打亮几眼 暗自感叹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颗神丹不仅治好了他的伤势 还让他顺势突破至神王境了 第3265章不敌 毫无疑问 那青山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兰儿 一个多月之前 他就服下了朝清玉带回来的那颗神丹 炼化和吸收药力之后 他不仅质疑了伤势 从一头争吟的凶兽 恢复成本来模样 他还借助神丹的要力 顺势突破到神王境一中 毕竟 他当年也是巅峰神军 哪怕被封印 囚禁在黑暗中万年 实力也会不断水涨船高 达到神军境的极限 他缺的就是一个契机 一个巨大的机缘 朝清玉拼进性命带回来的风雷洗魂丹 就是他所需要的机缘 所以他突破到神王竟也是顺理成章的 听到兰儿的呼喊声 祭天行后退三百里 快速镇压伤势 恢复神力 而这个时候 兰儿已经跟炎克神王展开了厮杀 腾 通龙龙 两人施展各种神通绝技 在天空中拼杀 漫天神术光影碰撞 爆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只见两道身影不断闪烁 快如极电的闪转藤魔 在空中留下一连串的残影 短期之内 两人竟然势均力敌 都未能占到便宜 虽说 炎克神王的实力境界 足足比兰儿高出三重 但他的伤势惨重 又连续施法 厮杀了半个多月 神力早就空乏了 此时的他 也是精神疲惫 神力空虚 只剩下三成左右的实力 至于兰儿 虽是神王境一重 却当突破神王境 正是力量澎湃浩荡之际 风雷喜魂丹被他炼化了 药力却没有完全吸收 仍在他体内不断爆发 所以他精神抖擞 气势如虹 仿佛有用不完的神力 他也是吃亏在战斗经验不足 没掌握神王级的神通绝学 否则 他还有可能占据上风 压制炎克神王 不知不觉间 五个时辰过去了 兰儿掌握的神通秘术 毕竟是有限的 继续厮杀下去 他也是翻来覆去地 施展那些神通 再加上 他剧烈消耗了太多神力 气势明显减弱了许多 不负之前的汉勇和强势 反观炎克神王 却没什么变化 还是老样子 他的实力抵运雄浑 战斗经验丰富 可谓是稳扎稳打 无惊无险 把兰儿的气势耗尽 摸透了他的进攻方式 和神通绝技 炎克神王就无所顾虑 游刃有余了 他以最少的神力 施展最有效的神通 抵挡和化解兰儿的攻击 逐渐的 他开始占据上风 掌握主动权 压制着兰儿打 兰儿被逼得节节后退 难以有效反击 只能想方设法的抵挡和化解 而且 他心里还有所顾忌 生怕战斗鱼颇毁掉那座山峰 伤到石屋里的朝清玉 有这个顾虑存在 他闪躲必让石更加束手束脚 难以发挥出全部实力 随着时间推移 八个时辰过去了 这时 炎克神王还是老样子 实力未见明显的减弱 更没受到一丁点伤势 然而却是气势衰竭 神力剧烈消耗之后减弱 战斗力大幅下跌 他不仅被炎克神王全面压制 被打得节节败退 浑身上下还出现了许多伤口 内斧被震伤一味 口鼻中喷涌鲜血 四肢和后背都裂开缺口 或是被刺出血洞 赤红的鲜血涌出 打湿了衣衫和长发 令他显得很是狼狈凄惨 尽管伤势不断加重 时刻遭受着痛苦折磨 但他始终紧咬着牙关 没发出一声惨叫和哀嚎 凭借着超强的意志力 他顽强地支撑着 挡下炎克神王的一波又一波攻击 然而 这并不能改变结局 也无法缩小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时间又过去两个时间 他的伤势更加惨烈 浑身都被鲜血染红了 就连背后的赤红羽翼 也被撕裂了一对 鲜血淋漓 如今他身受重创 实力虚弱至极 再也难以支撑 他不仅是节节败退 伤势不断加重 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砰 又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爆出 然而被一道山岳般的全盲 轰得倒飞出去 蹊跷喷血 扑通 他从天空中跌落 狠狠砸在大地上 将地面砸出个深坑 溅起漫天尘土 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浑身经脉和骨骼也多处断裂 神力更是起伏不定波动不已 遭到如此重创 兰儿也没昏迷过去 挣扎着想要爬出深坑 这时 颜柯神王飞了过来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经过十个时辰的厮杀 颜柯神王早就从暴怒中清醒过来 恢复了冷静 他目光森然地盯着兰儿 语气冰冷地鹤问道 贱臂 你已经服用了那颗神丹 将其炼化了 显然 颜柯神王发现了真相 毕竟 兰儿浑身都散发着风雷洗浑丹的气息 整个人就像一颗神丹 兰儿倔强地昂着头 目光充满憎恨地瞪着他 冷笑道 是又如何 我就算是死 也绝不会让你得到那颗神丹 颜柯神王狠狠皱眉 双眼中杀鸡爆闪 宁笑道 呵呵呵呵你这贱臂还真是可恶至极啊 不过你炼化了神丹之后 风雷洗浑丹的药力完全融入你的体内 现在的你就如同那颗神丹 本王杀了你 再将你炼化便能夺回神丹 虽然神丹的药力和功效会下降 但也能起到关键作用 一边说着 颜柯神王握着战己 四缓十级的刺向兰儿 强大无匹的气势 镇压锁定着兰儿 让他无法躲避 眼看着 他就要被战己洞穿透露 击溃神阁 就在这千军一法之际 一道长达千丈 要眼夺目的巨剑 从侧面横扫而来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让颜柯神王面色一变 后背声寒 轰隆 下一杀 还不等颜柯神王闪躲 那道巨剑就披中了青铜战己 爆出一声汗天动地的巨响 青铜战己抛飞出去 翻滚着跌落在百里外的大地上 颜柯神王也被震退 面色灿入精止 浑身伤口崩裂 又涌出了大片鲜血 刷 一道金色的身影 瞬移到颜柯神王的面前 挥剑再次进攻 颜柯神王并惊一看 蓝人正是济天行 第3266章苏醒 之前的十个时辰 蓝儿一直拖着颜柯神王 趁此机会 济天行祭出九天石掘塔 钻进扭曲时空中疗伤 外界过去十个时辰 他在扭曲时空中 已经度过四十天 那四十天里 他消耗了大量神丹 神石和元石 还汲取了血验神术的力量 如今 他的伤势恢复了八成 战斗力又重归巅峰 他变得精神抖擞 再次杀了出来 气势汹汹的攻向颜柯神王 小畜生 你之前明明身受重伤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恢复了 颜柯神王一边喘息 打量济天行极眼之后 不可置信的贺问道 济天行冷笑道 本王的手段和神通 岂是你能想象的 别负于顽抗了 结局早已注定 束手就情吧 颜柯神王怒急而笑 满腔轻蔑的道 就凭你 也敢让本王束手就情 真是大言不惭 那就试试 济天行冷喝一声 挥动藏天剑展开弓杀 岁日 诸神 剑破九天 济天行倾尽全力 使出各种剑道绝学 爆发出强横无双的威力 颜柯神王果然不能抗衡 只能战壁锋芒 不断闪躲撤退 双方厮杀十招之后 他就开始受伤 伤势不断加重 实力进一步拽弱 不过 颜柯神王毕竟是颜氏一族 种族天赋神通就是防御强大 哪怕济天行了解 颜氏的神通绝技 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轻松化解颜柯神王的反击 但他想给颜柯神王造成致命伤害 却是很难做到 颜柯神王也了解到 济天行的真实战斗力 虽是巅峰神军 却比神王一中的蓝儿更强大 他也知道 凭他现在的状况 几乎不可能杀掉济天行 于是 他一边抵挡济天行的进攻 一边服用神丹 汲取天地神力 快速治疗伤势和恢复神力 两人之间的战斗 也不像之前那么激烈 更多的是颜柯神王闪躲避让 尽量保存神力 就像之前 济天行和他厮杀那样 一直在游走缠斗 很少正面交锋 如此情况下 济天行也无可奈何 思虑再三 他使出了诸天剑阵 以此对付颜柯神王 羞羞羞 高天上出现两万多道神圣巨剑 如暴雨般倾泻而下 覆盖了方圆三千里 剑光穿梭飞舞 迅速结成剑阵 释放出镇压天地的力量 颜柯神王被封锁在剑阵中 行动迟缓了几分 处境变得更加凶险 他不仅要抵挡济天行的猛攻 还要抵挡和化解万箭轰杀 兰儿并不在剑阵中 早就退到了远处 他飞回到山巅的石屋中 服用神丹盘膝打坐 运功疗伤 天行公子的实力虽强 却不是颜柯神王的对手 恐怕也支撑不了几天 又要身受重创 我的尽快恢复伤势和力量 跟他并肩作战 才有可能打败颜柯神王 一边运功疗伤 兰儿心里暗暗琢磨着 只可惜我和他的实力境界都太低了 若是清玉能够醒来 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天行公子 应该能打败颜柯神王 毕竟颜柯神王已经身受重创 到了强母之末 想到这里 兰儿便有了主意 他运功疗伤两个时辰 待伤势稳定之后 便结束疗伤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 看着依旧昏迷 躺在地上的朝清玉 开始运功施法 刷 他打出耀眼夺目的神光 催动雄魂的神力 注入朝清玉的体内 傍朝清玉疗伤的同时 也竭力尝试着唤醒他 此举果然有效 随着他的神力 不断注入朝清玉的体内 朝清玉的伤势果然加快恢复 一直处于沉眠状态的神魂 也有了苏醒的迹象 这让兰儿备受鼓舞 更加卖力不顾后果的灌输神力 尽管他的力量越来越虚弱 神魂和意识越来越模糊 逐渐要昏过去 但他丝毫不肯松懈 宁愿自己昏迷 也要唤醒朝清玉 因为他知道 只有朝清玉亲自出手 才有机会打扮颜克神王 很快 三个时辰过去了 朝清玉的神魂伤势 终于恢复了大半 逐渐清醒过来 他缓缓睁开双眼 暗红色的双眸有些暗淡 眼神有些茫然的打亮四周 看着静在咫尺的兰儿 他愣神了片刻 才露出欣喜的微笑 咧喃道 蓝儿 蓝儿 是你吗 我这是在做梦 还是已经死了 一边说着 朝清玉还抬起手臂 轻抚着蓝儿的脸颊 你的伤势痊愈 终于恢复原貌了吗 我太开心了 纵然是死 能再次见到你 回到最初的模样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朝清玉的意识还有点模糊 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满腔欣喜的咧喃着 蓝儿也喜极而泣 紧握着他的手 连连摇头道 清玉 你总算醒过来了 这不是梦 我们都还活着 是你带回来的那颗神丹救了我 我的伤势已经恢复 还突破神王境了 不过 那颗神丹的主人追杀到这里来了 蓝儿心情激动 却明白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连忙把当下的情况 和朝清玉讲了一遍 朝清玉果然不愧是神王 很快就清醒过来 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尤其是 蓝儿为了唤醒她 已经耗尽了心力 虚弱至极 讲明了情况之后 她便要昏迷过去 朝清玉连忙给她输入一道神力 护住她的心脏和神格 语气郑重地道 蓝儿 你放心地睡一觉吧 剩下的事交给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见你 听到她这句话 蓝儿终于放心 缓缓闭上双眼 陷入沉睡中 朝清玉也不再耽搁时间 起身离开石屋 朝着远处的天空飞去 尽管诸天剑阵神庙无双 威力强悍 但这座剑阵 只困了颜克神王两个时辰 就被她攻破了 无奈之下 祭天行只能施展其他神通 继续攻击 颜克神王依旧不慌不忙 抵挡和躲避祭天行的进攻 并缓慢恢复伤势和神力 随着时间流逝 她的伤势稳定下来 神力也逐渐恢复充盈 她已打定了主意 在跟祭天行周旋一天 就设法将其诛杀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威严的怒合声 从神宫深处传来 第3267章落败 颜克 你真是不知死活 竟敢追到这里来 突如其来的怒合声 好似惊天炸雷一般 在天空中响起 滚滚声浪在天地间回荡 朕的大地都在战斗 这是中年男子的声音 低沉又威严 蕴含着无边怒意和杀鸡 祭天行和颜克神王 都停止了厮杀大战 下意识地扭头望向神宫深处 颜克神王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当即变了脸色 双眉狠狠皱起 眼神无比凝重 可恶 那该死的狗贼 终究还是醒了吗 听他的声音和气势 难道他的伤势已经痊愈了 颜克神王的脸色难堪 内心充满焦急和担忧 而祭天行听到那陌生的声音 却是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朝清玉这小子 实在令人失望 竟然昏迷这么久才清醒 不过 幸好他醒过来了 否则我也无法打扮颜克 在两人的注视下 一道耀眼的青色神光 从神宫深处飞来 刷 神光眨眼间来到战场中 光芒练去之后 献出一道高大睽萎的青色身影 这是个身穿青袍 身形伟岸的中年男子 后背生着两对赤红羽翼 方正威严的脸庞上 两甲长满了落腮胡子 毫无疑问 他正是清玉神王 朝清玉 朝清玉看了祭天行一眼 并未多想 只是唯唯汗手致意 表示感谢 然后他望向颜克神王 仔细打亮片刻 才咧嘴冷笑道 呵呵呵 尊贵的颜克御主 不是一直意气风发吗 怎么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 狼狈到如此地步 这还是本王认识的颜克吗 被朝清玉这般嘲讽 颜克神王羞怒交加 恶狠狠地咒骂道 朝清玉 你这个狗贼羞的畅狂 难道你忘了之前几十年 你是如何被本王追杀 如丧家犬一般狼狈逃窜吗 呵呵呵 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本王还以为你会服用那颗神丹 借此治疗伤势 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迂腐 将神丹赠给那个剑壁 纵然他练化神丹 突破到神王竟又如何 本王早晚要杀了他 将他炼制成丹药 一样有功效 而你的伤势还未恢复 只有五六成的实力 又能奈何 然而是朝清玉的挚爱 也是他的逆灵 听得颜克神王如此凶残的话语 他也是愤怒至极 爆发出冲天的杀机 颜克 李这事找死 一边说着 朝清玉寄出一把暗青色的神剑 挥剑杀向颜克神王 天轻落雨漫千星 朝清玉左手捏着剑绝 右手挥舞青剑 扑洒出千万道青色剑光 淹没了颜克神王的身影 颜克神王表面自信 凶残 实则内心担忧焦虑 颇为谨慎和忌惮 看到漫天剑光杀来 他全力挥动战己抵挡 边打边往后撤退 砰砰砰砰 漫天剑光和枪影碰撞 爆出震耳欲聋的巨小 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冲击波 颜克神王果然吃了亏 被震退几十里远 身形有些亮相 趁此机会 济天行果然出手 使出一招天龙傲视斩 长达千丈 金光璀璨的巨剑 从天而降地展向颜克神王 颜克神王只能横举战己 全力以赴地抵挡 轰隆 又是一声惊雷般的巨响 在天空中陡然炸开 传遍万里 颜克神王再次被轰飞了出去 口鼻中标剑出鲜血 看到这一幕 曹清玉露出满脸惊诧之色 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 之前他就听蓝儿说 有位名叫天行的人族青年 出手救了他们夫妇 还挡住了颜克神王 当时曹清玉就以为 天行肯定也是神王强者 但是现在他发现曹清玉不是神王 没有神王强者的特征和气息 曹清玉只是个巅峰神君而已 竟能击退中尉神王的颜克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奇迹 就在曹清玉满腔震撼 有些发愣之际 一道神魂传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还愣着干什么 你我联手 尽快诛杀颜克 曹清玉这才回过神来 对曹清玉这才回过神来 对曹清玉点了点头 继续挥剑杀相颜克 于是 三位强者在天空中展开激战 即天行和曹清玉联手夹击颜克 虽然颜克的伤势稳定 实力恢复了些许 但他在两人的围攻下 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 被打得节节败退 伤势也快速恶化 三人的身影在天空中闪现挪移 相互追逐厮杀 数百上千种神通秘法 被三人轮番施展出来 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耀眼夺目的神光 充斥着整个神宫 覆盖了方圆万里 边缘的那座山峰 很快就被战斗鱼坡摧毁 化作废墟 幸好 那座看似简陋的石屋 完好的保存下来 不知不觉 四个时辰过去了 三人已经厮杀了几万招 既天行和颜柯神王的伤势都很重 力量也几乎耗尽 就连朝清育的伤势 也加速恶化 实力又有倒退 但相比之下 最凄惨的人还是颜柯神王 他的伤势惨烈到极点 不仅浑身没有完整的皮肉 还被斩断了一条腿 事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一丝获胜的机会 纵然心中再不甘 即便再怎么屈辱 他也只能下定决心 逃跑 刘的青山在 不愁眉柴烧 眼下的情况 若不逃离清育神宫 继续厮杀下去 他极有可能葬身于此 于是 他挡住继天行和朝清育的进攻后 毫不犹豫地转身飞向神宫大门 神宫大门是打开的 神针也被破坏了 眼看着 颜柯神王快入流光 即将穿过神宫大门 逃离清育神宫 关键时刻 朝清育双手掐着神绝 全力使出了底牌绝招 奉天纳地 他全力施展秘法 释放千万道神力光柱 散落在神宫各处 顿时间 整座神宫的阵法都完全启动 形成一道方圆万里的光照 在朝清育的操纵下 清育神宫急剧缩小 狠狠镇压着颜柯神王 此时此刻 这座清育神宫就像一件神器 又像一座超级大阵 为了镇压和诛杀颜柯 朝清育宁肯牺牲这座神宫 刷刷光芒闪烁间 朝清育带着寄天行离开神宫 出现在茫茫云海中 方圆万里的神宫 却在短短时席之内 就浓缩到水缸大小 颜柯神王被封印在里面 暴怒狂躁地咆哮着 第3268章一汉 之前那座金碧辉煌 神光闪耀的清育神宫 消失不见了 它变成一团水缸大的七彩神光 正在快速收缩和挤压 闪烁着耀眼的光滑 七彩神光的四周 变成了白茫茫的云海 既天行和朝清育站在云海中 都盯着那团七彩神光 露出了期待之色 至于兰儿 早就被朝清育收尽神器中 仍处于昏睡状态 朝清育全力以赴地施展神通 控制神功所化的七彩神光 全力镇压颜柯 只要能镇杀或封印颜柯 就算牺牲这座神功 他也毫不犹豫 然而 颜柯也不是吃素的 哪怕被囚禁在七彩神光中 也没有丧失反抗之力 还在拼命挣扎 他保持冷静 尝试动用各种办法 施展了几十种神通绝技 想要逃出封印 朝清育能看到颜柯神王 在七彩神光中的状态和动作 见颜柯神王全力反抗 他的面色凝重 丝毫不敢松懈 这场战斗 终究变成了他俩之间的对决 既天行在一旁观战 见朝清育和颜柯斗法半个时辰 也没分出胜负 于是 他又拿出神丹和元石 快速镇压伤势 恢复神力 不知不觉间 三个时辰过去了 突然间 朝清育的面色一变 发出一声低呼 可恶 他竟然 不好 随着朝清育的惊呼声响起 云海中那团七彩神光 陡然爆炸开来 通龙 一声汗天动地的巨响 在云海中爆出 响彻天穷 清育神功所画的七彩神光 当场爆成亿万道神光碎片 散落在云海之中 一道浑身欲血 残缺不全的身影 裹着烈烈生腾的金色火焰 从神光碎片里冲了出来 秀 光影一闪 那道缺胳膊断腿的高大身影 如流光划破天际 直奔南方而去 尽管他的伤势凄惨至极 浑身燃着惊艳 气息也紊乱不堪 力量非常虚弱 但他有着超强的求生欲 爆发出最快的速度 他在天空中刷刷刷 闪现几次 变身移出两万里 消失在天边尽头 毫无疑问 严克神王动用底牌绝技 不惜燃烧神血和千年功力 爆发出最强的威力 成功突破了神光封锁 他一刻也不停留 以最快的速度逃向南方 远离朝清欲合计天行 七彩光团爆炸 代表着清欲神功彻底毁灭 自然 朝清欲也受到了反噬 身躯矩阵 口鼻中喷出了血溅 他只觉得天旋地转 意识一片眩晕模糊 足足五席之后 他才运功稳住伤势 意识恢复清醒 该死 还是被严克逃掉了 朝清欲满腔懊恼的咒骂一声 连忙顺移跨过天空 朝着南方追去 正在运功疗伤的寄天行 也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惊醒了 他结束运功 睁开双眼 刚好看到严克神王的背影 消失在云海之中 看到这一幕 他狠狠皱起眉头 颇为惊讶地宁难道 严克都伤成那样了 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威力 他原本以为 朝清欲和严克的决斗 至少的一天时间才会结束 可他没想到 严克竟然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 使出了底牌绝招 这才顺利逃脱 看到朝清欲在天空中瞬移 全力追杀严克 他摆了摆手 传音说道 不用追了 只可惜 还不等他的话说完 朝清欲也顺移两万里 消失在茫茫云海中 对此 纪天行也只能叹息一声 完全不抱希望 果不其然 大概一刻钟之后 朝清欲就回来了 面色阴沉 双眉紧皱 纪天行早有预料 只是看着他 什么都没说 朝清欲觉得有点尴尬 语气非常惋喜地解释道 严克逃得太快 超出了我的神式探查范围 无法确定他逃跑的具体方向 纪天行注意到一点细节 像朝清欲这样的神王强者 一般都是自称本王的 但是 对他说话却是以我自称 可见朝清欲并不孤傲 而且将他当成了恩人 纪天行微微汗手 道 你整整慢了五席时间 若是还能追上他 那他就不是中卫神王了 可惜 朝清欲叹了口气 满腹忧虑地道 这次没能杀掉他 以后就更难了 以他的实力 足以纵横天北欲 几乎无人能倒 若是他危害四方 或是伤势恢复了再来寻仇 那就麻烦了 既天行止了止空荡荡的云海 道 反正你的清欲神功都没了 又不会留在这里 他如何能找得到你 朝清欲争了一下 玄机点头道 那倒也是 虽说神功毁了 但兰儿的伤势恢复 并且突破到神王境 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当然 这还要多谢天行公子 亲力相助 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现在依然在昏迷中 若不是你设法阻拦颜客 我们早就被他杀了 天行公子 你的救命之恩 我们夫妇牢记于心 永不会忘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问道 事情的经过 兰儿姑娘都告诉你了 朝清欲连忙点头 解释道 兰儿为了唤醒我 耗费了所有神力 已经陷入沉睡 在我刚醒来时 他就把之前发生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既天行这才明白 点头道 原来如此 朝清欲打亮他两眼 见他浑身欲血 伤痕累累 眉宇间还有浓浓的倦带 便开口道 天行公子 严客短期内不敢再回来 你伤得如此重 快去修养疗伤吧 既天行微微汗手 拱手道 既然如此 那就告辞了 说完 他就打算转身离开 他准备飞出云海秘境 在外面找一处僻井之地 在运功疗伤 但严客神王拦住了他 劝道 天行公子请留步 你是为了救我们才受伤 我又怎能让你独自离开 我知道云海秘境中 有一处便于疗伤的地方 这就带你过去 你只管放心疗伤 我会帮你护法的 既天行一想也不错 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 朝清玉带着他飞过茫茫云海 朝着东方二十万里之外飞去 没过多久 两人就抵达一处白云漩涡 钻进漩涡之后 便进入到一处异度空间 第3269张无价之宝 这处异度空间不大 只有方圆千里 但有山有水 天地神力充裕 并且没有任何生灵存在 在这里闭关疗伤 不怕被任何人打扰 祭天行落在一座山巅上 找了个神力汇聚的地方 祭出了九天石掘塔 他进入扭曲时空 回到血雁神树下 安心的闭关疗伤 这次在清玉神宫 他连续厮杀大战那么久 还受了十分惨烈的重伤 早就筋疲力尽 心神憔悴了 若不好好疗伤 调养几年时间 很难恢复到巅峰状态 为了尽快治好伤势 恢复神力 他不仅汲取血雁神术的力量 还拿出了价值30多亿的神丹 神石和元石 神塔之外 朝清玉也在山巅 与神塔保持百丈距离 盘膝坐在一块末盘大石上 邦记天行护法 守望的同时 他还从神界之中 将兰儿放了出来 兰儿仍然在昏睡 静静地躺在末盘大石上 朝清玉满脸自责 眼神疼惜地望着兰儿 连忙拿出两颗王级神丹 给他服下 然后 他亲自运功输入兰儿的体内 帮他炼化药力 山巅静悄悄地 时间悄然流逝 不知不觉间 半个月过去了 在朝清玉的帮助下 兰儿吸收了两颗王级神丹的药力 伤势恢复四成 神志清醒过来 但他的状态仍然很虚弱 朝清玉又让他运功调养了三天 待他的状态恢复几分 这才结束修炼 山巅没有其他人 也凉弱水 夫妇二人分开万年岁月 如今总算团聚 有时间谈心叙旧了 刺目相对 静静地凝视了许久 兰儿的双眸中泛出青泪 脸上却不满幸福的微笑 整整万年过去了 清玉 你总算回来了 在那万年时间里 我一直处于黑暗中 你知道我有多么孤独和绝望 朝清玉心中充满了愧疚 连忙将他涌入怀里 满腔自责地道 兰儿 是我不好 让你受了那么多痛苦和折磨 夫妇二人太久未见 心中早就积蓄了浓烈的情感 还有说不完的话 如今打开了话夹子 二人便尽情倾诉思念之情 完全没有停歇 半天 一天 两天 足足四天过去了 朝清玉和兰儿依旧涌在一起 轻声细语地说些提己话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神光不合时宜地亮起 刷 白光一闪 即天行从神塔中飞了出来 尽管外界才过去二十二天 但他已经在扭曲时空中 闭关疗养了三年之久 此时的他 不再像之前那么狼狈 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经文云底的白袍纤尘不染 满头长发竖起了发迹 寻服地垂在脑后 他浑身上下无一丝伤痕 神力气息内敛深藏 双眼如星海般深邃浩瀚 通过这三年的闭关 他消耗了几十亿资源 不仅伤势痊愈 实力恢复到巅峰状态 甚至实力还有所提升 季天行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山巅的宁静 曹清玉和兰儿连忙打住 扭头朝他望去 看到季天行伤势痊愈 实力也彻底恢复了 夫妻俩都露出满脸惊诧之色 尤其是兰儿 忍不住发出了惊呼 天哪 这才不到一个月 天行公子你 你怎么恢复得如此快 你之前所受的伤势 明明比我更重啊 曹清玉并未说话 却是目光中泛着一彩 打亮记天行两眼之后 落在那尊黑色神塔上 他沉吟了一下 隐约猜到答案 便开口说道 以天行公子之前的伤势和状态 绝不可能在一个月内恢复 哪怕是神王都不行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天行公子的那尊神塔绝非凡物 应该有时间加速的效果吧 时间加速这种事 对神王强者来说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曹清玉闯荡神界这万年时间 曾见识过太多神奇玄妙的事 也算是见多试广了 既天行并未隐瞒 点头承认了 然而这才恍然大悟 到了一生难怪 既天行来到两人面前 拱手一礼 微笑着道 或许我出现的不是时候 打扰到你们了 你们经历过那么多坎坷和磨难 分离万年才团圆重聚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吧 听了这番话 兰儿略有些羞奶 低着头不敢看她的表情 曹清玉却不觉得尴尬 白手道 无妨 在你出现之前 我们已经叙旧四天了 既然你的伤势已经恢复 我们也就放心了 之前你为了帮助和救治我们 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我们夫妇二人商量过了 决定送上一份博礼 聊表谢意 一边说着 曹清玉就要从空间戒指礼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谢礼 尽管她说的是博礼 但她是神王强者 唯有王级神物才拿得出手 本来 既天行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王级神器和材料 但她另有想法 便白手制止了曹清玉 不用送什么谢礼 我帮你们不是为了这个 曹清玉的动作一将 苦笑着道 可你总得让我们做点什么 付出点什么 否则我们于心不安 既天行唯唯汗手 不假思索的道 若你真想报答我 不妨给我讲一下 你这万年间的见闻和经历 我对好天大陆之外的世界 很感兴趣 但一直没能查到线索 对外界一无所知 曹清玉争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问道 就这么简单 这 这也太 既天行微笑着道 对你来说是为不足道 但对于没离开过好天大陆 渴望了解外界的人来说 你的见闻就是无价之宝 听到这句话 曹清玉受宠若惊 内心颇为自豪 兰儿也满腔期待 怂恿到 清玉 天行公子说的有道理 不止他想听 我也想听听你的经历 既然兰儿也想听 曹清玉就不再推脱 清了清嗓子 讲述道好吧 那我就先从最近的一座大陆讲起 当年我离开天北域 一路南下 沿途搜寻能治疗兰儿病症的方法 大概三十多年后 我离开浩天大陆 跨过南方的骁龙海域 抵达了苍天大陆 那座大陆 位于浩天大陆的正南方 领地念基和浩天大陆相仿 但那座大陆上的人文风情和习俗 却是截然不同 第3270章五分天下 曹清玉讲起了过往的经历 最先提到的 是浩天大陆南方的 苍天大陆 那座大陆的领地念基 跟浩天大陆差不多 同样是人口鼎盛繁华附属之地 和浩天大陆的格局一样 苍天大陆也分为上百个地狱 每个狱又有几个到十几个帝国 下辖几十到上百个神国 统领各个地狱的霸主 基本都是中卫和上卫神王 朝清玉游历苍天大陆时 只是个下卫神王 一般情况下 他足以自保 也能应付所有凶险和危机 但是 一旦遇到中卫神王和御主级的强者 他就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他在苍天大陆耽搁了两千多年 期间有好几次都身陷险境 差点丢了性命 他曾误闯上古遗迹和秘境 被封困几百年 也曾被中卫神王打成重伤 差点丧命 疗伤一两百年才痊愈 当然 他也曾经得到过机缘 实力大幅提升 闭关几百年后突破境界 两千多年之后 他离开苍天大陆 朝着东北方前进 听到这里时 季天行提出疑问 打断了他的话 如今统领号天大陆的霸主 是修罗神帝 你可知道 统治苍天大陆的霸主 又是哪位强者 是巅峰神王 还是神帝强者 朝清玉皱了皱眉头 轻笑着道 我离开苍天大陆的时候 也是七千多年前 那时候的苍天大陆 跟皱眉天大陆一样 根本没人能统一所有地域 只有无数御主争锋 季天行有些失望 问道 这么说 你也不知道 苍天大陆的近况 朝清玉点点头道 离开苍天大陆之后 我就再也没回去过 迄今已有七千多年了 不过 我在其他大陆的时候 倒是听某些神王说过 千年前似乎有一场巨变 改写了神界的历史 让各座大陆都有了霸主 听他们说 统治苍天大陆的霸主 似乎是星云神帝 星云神帝 既天行当即皱眉 眼底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寒光 心中暗暗冷笑 道星云啊 道星云 当年你和另外几个混账围攻我时 只是几个巅峰神王里最弱 名声和地位最低的 没想到 你竟然也能自好神帝 还掌控了苍天大陆 既天行内心暗想着 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道身影 那是个神采飞扬 英俊帅气的紫衣神族 外表俊衣不凡 细致阴柔内敛 而且 他也是除了剑神之外 最年轻的巅峰神王 天赋资质超绝 尽管 众神大战之时 道星云在五位领军人物之中 是最年轻 最没有资历和话语权的那个 但他肯定动用了什么手段 或是得了什么奇遇 才能掌控苍天大陆 既天行陷入回忆中 还在回想当年的事 朝清玉瞥了他一眼 疑惑地问道 天行公子 你听说过星云神帝 既天行回过神来 连忙摇头道 我连好天大陆都没离开过 怎么会听过 不 朝清玉这才打消心中的疑问 继续讲述道 离开苍天大陆之后 我跨过凶险万分的风暴海域 朝着东北方向前进 因为 我打听到东北方的乾坤大陆 有几位名传天下的巅峰炼丹师 能炼制出改造神魂的丹药 无尽天海比陆地更加辽阔 且蕴藏着太多上古神兽 远比陆地更加凶险 为了跨过风暴海域和无极海域 我整整耗费了千年时间 又遭遇十几次生死危机 在那两大海域中 我不仅遇到了隐居天海的爵士强者 还碰到了雄霸一方的上古凶兽 更有无数闻所未闻的物种 幸运的是 千年之后我终于抵达乾坤大陆 听朝清玉提到乾坤大陆 讲述那座大陆的情况 既天行又被勾起了回忆 乾坤大陆 从目前来看 神界的格局依旧未变 还是和千年前一样 只有四座大陆和一座轮回岛 浩天 苍天 乾坤和混沌 分布在神界的四个方向 而轮回岛 位于四座大陆之间 除了陆地之外 神界到处都是凶险 神秘的海域 朝清玉的语调不及不徐 威威道来 他讲述的乾坤大陆的情况 和既天行记忆中的差不多 乾坤大陆的领地 远比浩天 苍天更大 各种族的神灵数量也更多 当然 这座大陆上的强者也更多 盛产各种奇人异事 朝清玉讲述了他在乾坤大陆的经历 整整两千多年里 历经百般凶险和危机 但是最终 他总能设法化险为夷 保住了性命 既天行默默地听着 并无表情变化 道士兰儿听得津津有味 心弦紧绷 当朝清玉遭遇生死危机时 他双全暗暗握紧 整颗心都提了起来 当朝清玉化险为夷 甚至得到珍宝和机缘时 他也为之庆幸和欢喜 整整三个时辰之后 朝清玉才讲完乾坤大陆的经历 既天行再次问道 你离开乾坤大陆的时候 应该是三千多年前 那时候的乾坤大陆 也是一盘散沙 没有霸主吧 朝清玉连忙点头 解释道 当年的确如此 不过 后来我倒是听人说 九阳神帝统治了乾坤大陆 九阳神帝 既天行再次皱眉 眼底闪过一抹凌厉的寒光 朝清玉只听过九阳神帝的尊号 却不知是何许人也 但既天行非常清楚 九阳神帝名叫陆九阳 乃是上古神族后裔 此人血脉尊贵无双 神魂传承了种族神通 可谓是神界最顶尖的古老神奇 当年众神大战时 陆九阳也是几位巅峰神王中 地位和威信最高之人 既天行没有多说什么 朝清玉又接着讲述他的经历 离开乾坤大陆时 他依旧没有找到 能救治兰尔的方法 于是 他一路南下 跨过无尽天海 抵达第四座大陆 混沌大陆 相比之下 混沌大陆的疆域最辽阔 神灵和强者数量也最多 这一次 朝清玉在混沌大陆逗留的时间最长 接近三千年之久 他亲身经历了众神大战之后 神界格局的改变 一位名叫波耳的神帝 统治了混沌大陆 第3271章举目接迪 也正是在地域最辽阔 强者如云的混沌大陆 朝清玉找到了能救治兰尔的方法 那就是风雷洗魂丹 一种能够改造血脉和神魂 并种新塑形的神丹 朝清玉经过多年的打探和调查 最后查到一枚风雷洗魂丹的下落 才被炎克得到不久 炎克是炎氏一族的后裔 天生受血脉和天赋禁锢 只能止步于神王静六众 注定无法成为上位神王 因此 他耗尽心思和手段 千方百计弄到风雷洗魂丹 想借这颗神丹改变血脉和资质 才有希望突破神王静七重 但他不能立刻服用 必须等到神王静六众时 再服用神丹效果更佳 所以炎克把那枚神丹珍藏起来 留待以后服用 但他没有想到 朝清玉盯上了那颗神丹 他耗费了百年时间 卫装潜入玉竹府 一步步探查神丹的下落 并掌握玉竹府的防御情况 经过近百年的谋划 朝清玉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 出手盗走了风雷洗魂丹 但炎克很快就发现了 立刻抛下一切事物 全力追杀朝清玉 双方从天川玉出发 一路向着西北方逃去 跨过了半个混沌大陆 离开混沌大陆后 又跨越凶险万分的风暴海域 为了摆脱炎克的追杀 朝清玉又闯入神秘莫测的轮回岛 设法与炎克周旋 两人一个逃一个追 整整持续了上百年 才回到浩天大陆的天北狱 在此期间 两人不知交手厮杀了多少次 至少有八次 朝清玉被严克打成重伤 几乎被擒拿 但他凭着超强的意志力 动用各种底牌和手段 成功逃了回来 这也导致 朝清玉的伤势击中难返 已经伤到了神道根基 根本无法痊愈 也正因如此 他强撑着伤势逃回清玉神宫 心神稍微一松懈 便立刻昏迷了 朝清玉还在讲述 他逃亡过程中的经历和见闻 然而听得入神 一颗心紧揪着 非常担忧和后怕 祭天行却有些走神 内心暗想着 波热神帝 混沌大陆怎么会落入他手中 被他掌控 提起波热神帝 他的心情和眼神都很复杂 因为 当年围攻他的那五位巅峰神王中 只有波热神帝跟他有交情 在永恒天书现世之前 波热只是九重镜的神王 离巅峰神王还差一步 而当时的混沌大陆 最强者有两人 剑神和幽冥神王 这两位强者的威名太圣 光环太耀眼 对比之下 波热只能排名第三 名声和威望都要差很多 当时 波热和剑神之间并无仇怨 甚至还有几分恩情 毕竟 波热曾与剑神切磋较量 与剑神论证过神道 得到过一些点拨 就连波热要练至无上天心丹 也是请求剑神出手相助 才得以成功 两人虽不算多么要好的朋友 但也绝对不是敌人 可是 当永恒天书和诸天阵图出现后 波热受到幽冥和陆九阳的蛊惑 也加入为杀剑神的队伍中 并且成为五大领袖之一 对于这件事 剑神并不感到意外 也没有怪罪波热恩将仇报 因为他了解波热的性子 冷若冰霜 斩断了七情六欲 只为追求神道巅峰 为了寻求神王之上的境界 波热可以舍弃一切 为了夺得诸天阵图 他与陆九阳 幽冥 修罗等人同流合污 也在情理之中 半计天行有一点想不明白 他陨落之后 按理说应该是幽冥神王统治混沌大陆才对 怎么会是波热 既然混沌大陆的霸主是波热 那幽冥神王呢 难道此人没有雾透天机 没能突破神帝境 依然是巅峰神王 又或者 见神陨落之后 五位神王为了抢夺永恒天书 互相残杀导致幽冥陨落 怀着这个疑问 既天行开口询问曹清玉 你在轮回岛和颜柯周旋时 应该是几百年前 那轮回岛的霸主是谁 曹清玉早就料到 他会问这个问题 便毫不犹豫递达到 幽冥神帝 原来如此 既天行这才是然 曹清玉见他不再追问 便接着讲述他逃亡的经历 既天行又开始走神 暗暗思存着 幽冥和波热都出自混沌大陆 尤其是幽冥 势力根基都在混沌大陆 按理说 混沌大陆的疆域 人口和资源 比轮回岛多了几十倍 幽冥为何不统治混沌大陆 却选择了轮回岛 难道他和波热都参悟了永恒天书 两人都突破到神必尽 但他实力不如波热 又或者是因为 轮回岛上有亘古长存的空间通道 可以通往龙界 幽冥想恶守神界与龙界的通道 才选择霸占轮回岛 既天行暗自揣测 却无法确定答案 大概只有他亲自到了轮回岛 或者见到幽冥神帝和波热神帝 才能解开谜底 自从来到神界 他就一直在想办法打探消息 想弄清楚神界的格局 不管是在血验神国 还是在大炎帝国 他都没能找到线索 幸好来到轻域神宫 且幸运地遇到了朝轻域 才得到想要的答案和消息 如今的局势 和千年前没什么差别 依旧是四座大陆 一座轮回岛 在无尽天海中 有十几楚海域 潜藏着无尽神兽 强大的神灵 以及许多洞天伏地和秘境 但现在和千年前最大的区别 就是四座大陆和轮回岛 都有了霸主 并且 五位站在神界巅峰 达到神帝境的霸主 正是当年为杀剑神的那五人 一想到这里 祭天行就满腔愤怒 心中杀鸡狂勇 呵呵 当年为杀我的五个狗贼 都已跨出最后一步 站在了神界之巅 成了众生仰望的神帝 而我却在他们的围攻下陨落 转世重生千年之后 再卷土重来 想要复仇 杀掉那五个狗贼 和其艰难 神界的五大地狱 都被我的仇敌掌控 如今真正是举目皆敌了 这一世 那五位神帝变得更加强大 势力和底蕴也更稳固 既天行要复仇 难度增加十倍以上 他现在连神王境都没达到 更别提神王之上的神帝境了 想要复仇 注定是路途漫长 需要几百甚至几千年 第3272章 朝清誉的试探 了解到神界的格局 既天行被感压力 暗自下定决心 要更加奋发 同时 他也暗自警惕 以后更要注意保密 绝不能曝露身份 毕竟 四座大陆和轮回岛 都是仇敌的领地 一旦他的真实身份曝露 很快就会被五大神帝所知 到时候 哪怕他恢复到神王境 也要被几位神帝扼杀 前一世 他和那五大神帝的实力境界一样 大家都是巅峰神王 所以 即便他陨落了 尚能逆转轮回和天机 以密法保留残魂 转世重生 这一世却不同 那五人都成了神帝 并然手段通天 深不可测 一旦他落入某位神帝的手中 并然要死透 绝不可能再有转世重生的机会 想到这里 季天行暗暗握紧双拳 眼神变得坚定 这时 曹清玉也讲完了他的逃亡经历 见季天行还在走神 曹清玉忍不住多看他几眼 表情有些伟妙 然而并未察觉到异常 也没多想 对季天行问道 天行公子 你对浩天大陆之外的事如此关心 是不是想去外面闯荡一番 以你的实力和资质 假以时日必定能成为神王 而且我也看得出来 你不甘平庸 心怀高远志向 肯定不会一直留在浩天大陆 季天行被打断思绪 连忙回过神来 听完兰儿的话 他只是笑了笑 道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只是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罢了 对了 你们两个伤势都有些顽固 恐怕会伤及神道根基 为了保险起见 你们还是要长期闭关治疗才行 朝清玉点了点头 道 天行公子放心 我早就有准备和计划了 成功一会 此地也不宜长居 我们会去一个地方 找一个人 请他帮忙治疗 季天行微微汗手 如此甚好 然而又问道 天行公子 如今你的伤势也已痊愈 状态都恢复了 今日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和计划 季天行想了一下 微笑着道 天北域太小了 我想一路南下 四处游历 去见识一下 好天大陆的风采 那你们呢 又有什么打算 然而露出一丝浅笑 达到 先去找那个人 请他帮我们治疗伤势 待我们都痊愈之后 便寻一处无人打扰的事外之地 再见一处神宫 从此隐居避世 我们夫妇经历了太多凶险和磨难 也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折磨 分得万年岁月 如同在世为人 能团聚便是上天眷顾 从今以后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一边说着 他还抱着朝清郁的胳膊 夫妇二人对视 都露出幸福和满足的微笑 见此情景 既天行也点头表示赞同 微笑着道 看尽人是浮华 方知平淡才是真 你们经历了那么多么难 并要珍惜彼此的缘分 以后做个让世人羡慕 不被打扰的神仙眷侣 也是极好的 相是一场 既天行对他俩的遭遇表示同情 如今见他们幸福团圆 内心也是祝福的 双方寒暄了几句 既天行便行礼告别 然而留在一度空间中 朝清郁主动提出 要送既天行一程 刷刷 两道白光闪过 既天行和朝清郁离开一度空间 出现在茫茫云海之中 站在云海中 既天行对朝清郁拱手一礼 叮嘱道 清郁神王不必再送了 我们就此作别吧 你们要尽快恢复伤势 以防颜刻卷土重来 再来报复 朝清郁拱手还礼 道 多谢公子提醒 我心中有数 那就告辞了 既天行不再多说 转身要飞走 朝清郁犹豫了一下 终于下定决心 抬手喊道 公子且慢 请公子留步 我有几句话想问 既天行停下脚步 转身望着他 道 清郁神王想说什么 朝清郁微微皱眉 双目紧盯着他 与其低沉的道 与公子相处时间虽短 却让我勾起了很多回忆 我依然记得 一千三百多年前 我在混沌大陆游历 四处寻找解救兰儿的方法 在烈焰海一带 我曾遇到一位人族神王 乃是天赋超绝的剑道强者 当时 因为一个误会 我出手攻击了那位神王 明明我比那位神王高出两重境界 却被他轻松破解招式 三招皆拜 那位神王并未痛下杀手 甚至出言点拨了我 才使我心生顿悟 突破了瓶颈 朝清郁露出了回忆之色 讲述当年的往事 既天行心中警惕 表面却不动声色 朝清郁叹息一声 苦笑着道 说起来 那位人族神王对我有教导之恩 我却连他的名号都不知道 说完之后 他就注视着既天行 观察既天行的反应 既天行并无异样 微笑着道 人族本就罕见 清郁神王看到我 想起陈年往事 也是正常的 见他不露破绽 朝清郁又试着说道 这的确是原因之一 但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 见到天行公子 就像看到了那位神王一样 你的身形相貌和气质 和那位人族神王都非常相似 若不是你还没达到神王境 我几乎以为你就是那位神王 既天行假装愣了一下 玄机露出惊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清郁神王 你说我跟那位人族神王非常相似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世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 而且 你把我和那位神王相提并论 未免太抬举我 那位人族神王能指点你 可见他的实力和剑道造诣 却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我连神王境都没达到 怎能与那位人族神王相比 剑记天行的反应还很正常 依然没什么端倪 朝清玉还有点不死心 沉默了一下 他又接着说道 可我见天行公子的剑道神通和造诣 也是炉火纯青 令人惊叹和佩服 甚至 你所施展的某种剑道神通 当年那位人族神王也施展过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很显然 朝清玉早就在怀疑 记天行的真实身份了 但这种事非同小可 他不敢贸然相问 才忍到现在 私下试探记天行 第3273章再起风波 之前记天行就打定主意 一定要保密 绝不能泄露真实身份 如今朝清玉起了疑心 再三试探 他更不能露出破绽 沉吟了一下 他也露出满脸疑惑之色 假装茫然不解 真有这么古怪的事 这一定是巧合 清玉神王有所不知 我们人族的许多神通招式 看起来都是非常相似的 尤其是剑道 更是百变不离其宗 相似度非常高 毕竟 那些神王和神君们 在领悟创造一些剑道神通时 都会相互印证 大家最常做的事 就是学习和借鉴前人的功法 经过几万年的发展 大家修炼的神通和功法 自然就越来越像了 继天行瞎掰出这套似是而非的理论 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就算朝清玉还有些怀疑 也无法反驳 只能点头承认 天行公子言之有理 如此看来 确实是我想多了 希望天行公子不要介意 我只是感触颇多 触景生情 才会想起那些悔意 继天行摆了摆手 微笑着道 清玉神王不必多礼 你经历了那么多么难和凶险 会有些感怀也很正常 好了 若没有其他事的话 那我就此告辞了 朝清玉也不再多说什么 朝着继天行抱拳 郑重的鞠躬一礼 道 再次感谢天行公子的救命之恩 此次分别 不知何日才能再见 在此预祝天行公子神道坦途 登陵巅峰 祭天行笑了笑 朝他挥了挥手 转身飞向茫茫云海 一路南下 朝清玉站在原地 足足等了半刻钟 待祭天行消失在三万里外 这才转身离开 刷 回到异度空间中 他不紧不慢地飞过天空 去跟兰儿会合 途中 他一直紧皱着眉头 脑海中闪过百般念头 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 都想了 可这不应该啊 那位人族神王的模样 眼神和气质 我记得清清楚楚 和天行公子对比 简直是分毫不差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 难道是那位人族神王失忆了 可这也不对 就算失忆 他也不会境界倒退 回到神军境啊 或者天行公子是那位人族神王的子嗣 这倒是说得通 可是看天行公子的反应 似乎又不是朝清玉百思不得其解 待他降落山巅时 兰儿见他眉头紧皱 便开口问道 清玉 天行公子送走了吗 你为何愁眉紧锁 发生了什么事 朝清玉连忙压下纷乱的思绪 微笑着道 别担心 没有发生什么事 天行公子已经走了 我们也该离开这里 去找颜兄帮忙了 万年时间不见 也不知他境况如何 是否又有突破 兰儿也不再追问 点头道 好 那我们这就启程 于是 夫妻俩离开一度空间 连妹飞过茫茫云海 朝着东南方飞去 与此同时 位于天北域中部的风霜帝国 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风霜帝国位于大盐帝国的南方 领地面积和人口数量 比大盐帝国更多 相比之下 风霜帝国的势力和抵运 比大盐帝国雄厚几分 在五千年之前 两大帝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 但风霜帝国败少胜多 但是 自从大盐帝国与风霜帝国谈判讲和之后 便一直相安无事 近五千年来 风霜帝国一直风平浪静 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十几个神国的百姓和神灵们 都在休养生息 和睦安宁 但是 自从半个月之前 风霜帝下达了一则神域 打破了持续五千年的平静 也不知道风霜帝国想干什么 竟然从各大神国抽调上位神军 为了保证数量 也为了让各大神国都遵命行事 风霜帝国竟然下达了任务 十五个神国 每个神国都要抽掉至少二十名上位神军 而且 这个任务限期在两个月内完成 无法完成任务的神国 将要承受风霜皇帝的怒火和制裁 而超额完成任务的神国 将会得到风霜皇帝的奖赏 神域下达到各大神国时 引得十五个神国一片哗然 二十名上位神军虽然不多 但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每一个上位神军都是各个神国的顶梁柱 不能轻易有视 各个神国的国军们 内心都焦灼不安 暗自揣测风霜皇帝的用意 有人猜测 风霜皇帝这么做 是要抢搏上位神军 纳入帝国麾下 其目的是为了削弱各个神国的势力 也有人猜测 风霜皇帝这是在召集强者 作战前准备 待三百名上位神军集结之后 风霜皇帝多半要发动战争 而风霜帝国进攻的首要物件 肯定是北方的大炎帝国 其次才是相邻的两个帝国 还有一些人揣测 风霜皇帝一直处于神军巅峰 始终未能突破神王境 这次风霜皇帝召集三百名上位神军 是因为他得到一种上古邪术 需要献祭三百名上位神军 才能助他突破神王境 各个神国抽调的上位神军们 都要充当祭品 是要去帝国皇城送死的 这三种说法比较主流 流传甚广 导致人心惶惶 此外 还有大大小小上百种留言 在各个神国广泛传播 一时间 诸多神国都谣言四起 民心浮动 没过多久 帝国皇城又有小道消息传出来 据说 风霜皇帝还下达了一则神谕 命令帝国的官员们 大力搜集顶尖的修炼资源 囤积到皇宫之中 连续一个月之内 每天都有大批禁卫军 押送着价值连城的资源和宝物 送进皇宫的宝库中 这个消息传开后 各个神国的强者们 便预发肯定之前的猜想 风霜皇帝这么做 要么是在备战 准备攻打大盐帝国 要么就是想借助上古邪术 献计三百名上尉神军和海量资源 以求突破神王境 如此一来 各大神国的国君们 心情更加复杂了 纵然他们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 也不得不遵照神谕 想方设法地抽掉二十名神军 但没有人知道 其实这两则神谕 都不是风霜皇帝的本意 甚至 风霜皇帝已经被控制 被某人变成了傀儡 第3274张严克的计划 风霜皇帝是巅峰神军 功力雄魂武双 能打败和控制他 将他变成傀儡的人 只能是神王强者 这件事要从二十多天之前说起 当时 身受重伤的严克 拼尽全力逃出云海秘境 他怕既天行和朝清语追杀 便不敢停留和歇息 一刻不停地往南逃去 短短两天之后 他就逃离大阎帝国的领地 逃进了风霜帝国 此时 他见记天行和朝清语没有追来 这才放松警惕 终于松了口气 他的伤势太重了 不仅神力耗尽 神区也遭到重创 失去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继继续向南逃跑的话 他就会跟朝清语一样 支撑不了多久便会昏迷 在完全陌生的天北域 他一旦陷入昏迷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 他果断决定留在风霜帝国 养好伤势之后再做打算 尽管他随身带了许多修炼资源 足够他闭关疗伤使用 但是 他没有合适的闭关之地 仅靠那点修炼资源 伤势恢复速度很慢 见风霜帝国境内繁华复述 且修炼资源丰饶 他便有了主意 他先进入某个神国 进入该国的王城 用了半天时间 他探冥王城的情况 略施小记就成功潜入王宫 趁着夜深人进时 他找到神国的宝库 破解防御大阵 潜入宝库中搜刮资源 尽管 宝库中存放着海量的修炼资源和宝物 可谓是无比丰厚 但严克根本瞧不上那些普通的宝物和资源 翻来覆去也只找到少量的顶级资源和宝物 逃离宝库之后 他悄然离开王城 躲在一处深山大泽中 闭关疗养了七日 他到来的修炼资源和神丹妙药 都是该神国最顶级的 价值超过五百亿 可即便如此 他消耗了那些资源和神丹 也只能治愈外商 恢复三成力量 想要彻底治愈商事 恢复到巅峰状态 他必须得到更高级更多的资源和宝物 普通的神国 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了 他的目标 自然落在了风霜帝国的身上 于是 他又利用神通秘法 乔装成寒霜神族 赶往风霜帝国的皇城 皇城果然气势灰聚集 规模浩大 繁华鼎盛 严克在皇城中潜伏一天 便了解到风霜帝国的国力和底蕴 他顿时就改变了主意 不满足于潜入宝库 盗取大量资源和宝物 他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严克引申潜入皇宫 搜寻风霜皇帝的下落 尽管 皇宫内外都有重兵把守 且有许多强者坐镇 可谓是防御森严 但那只能防范神军强者 绝对挡不住他这位神王 凭他的实力和手段 在皇宫内如入无人之境 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当时 风霜皇帝正在书房中处理政务 状态被懒而悠闲 毕竟 风霜帝国已经和平 安宁了五千年之久 没有外敌威胁 风霜皇帝也放松了警惕 他又是巅峰神军 没得到突破神王的机缘之前 也没必要闭关修炼 平日里 他就是修身养性 感悟天地治理 顺带处理一下帝国的政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风霜皇帝根本不防备 他已经被神王强者盯上了 结果是毋庸置疑的 严克神不知 鬼不觉地闯入书房 施展一道王籍神阵 封印了书房 如此一来 书房里发生任何事 外界都不会知道 风霜皇帝当即警觉 祭出龙剑四下寻敌 但他注定要悲剧 做什么都没用 严克为了节约时间 不闹出太大的动静 便没有现身 他保持隐身状态 悍然突袭了风霜皇帝 一招就将其打伤 风霜皇帝强撑着伤势 正要呼救和反抗 严克又施展绝学秘法 接二连三的进攻 风霜皇帝毫无反击之力 直接被打蒙了 不出三个呼吸 他就被严克制服 当场刑拿了 直到这时 严克才露出真面目 身高实丈的他 威武雄壮到极点 站在书房中 脑袋几乎顶到了天花板 宽阔巨大的双掌 死死抓着风霜皇帝 封印了对方的力量 使其无法动弹 看清严克的模样 风霜皇帝满腔震惊 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异族 成王强者 虽然内心惊慌又疑惑 但风霜皇帝很快冷静下来 故作镇定帝问道 镇究竟哪里开罪了阁下 竟让阁下如此大动干戈 他相信 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 只要能与严克交流 沟通 事情就有转环的余地 然而 风霜皇帝并没有想到 严克压根就没想过跟他交流 严克需要的不是谈判 而是简单粗暴的操控 在风霜皇帝满腔惊恐 慌乱的眼神下 严克一言不发 直接施展神通秘术 控制风霜皇帝的神魂 风霜皇帝剧烈挣扎 求生欲非常强烈 他先尝试跟严克交流 又向严克示好求饶 表示愿意服从 但严克由言不敬 根本不听他说什么 面无表情地使出了神魂秘术 半课中之后 风霜皇帝陷入昏迷 神魂被严克掌控了 严克这才放下风霜皇帝 打出一道神力刺激他清醒过来 尽管 醒来之后的风霜皇帝 看起来并无任何变化 但他变得沉默寡言 面对严克也十分寻服和恭敬 从这一刻起 风霜皇帝就成了严克的傀儡 对严克百分之百服从 哪怕严克命令他当场自杀 他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当然 严克把他变成傀儡 是为了谋划大事 又怎会让他去死 本王需要一处上家的修炼之地 闭关疗伤一段时间 另外 本王还要风霜帝国最顶尖的神单 神识和修炼资源 务必尽快凑齐 而且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除了你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所做的事 下达的命令 都要以你的名义 绝不能提及本王 严克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对风霜皇帝下达命令 风霜皇帝躬身聆听 待严克说完之后 郑重点头道 谨尊主上的御令 老奴定当竭尽全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办成 昔日高高在上 威严无双的风霜帝国之主 就这样变成了严克的奴仆 这就是控魂秘书的威力 第3275章北征 风霜皇帝浑然不顾自己的伤势 以最快的速度 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 皇宫之内有间最安全 最奢华的弟弟密室 那是他平日闭关修炼之所 神力无比充裕 储存了无数顶尖的修炼资源 毫无疑问 那间密室归严克了 安顿好严克 等严克在密室中开始闭关疗伤了 风霜皇帝又马不停蹄地执行第二项任务 他连夜颁发了神域 命令百官从帝国各郡 运送最好的修炼资源和宝物 尽快送到皇城 同时 镇守宝库的守江和禁卫军门 也连夜挑选出最珍贵的资源和宝物 紧急送到风霜皇帝的面前 然后 风霜皇帝亲自带着那些资源和宝物 去密室中求见颜克 就这样 颜克在皇宫中安顿下来 心安里得地闭关了伤 风霜皇帝也不在乎 王宫大臣的猜测和非议 以以孤行的搜刮资源和宝物 源源不断地送给颜克 接下来二十天 他除了疗养伤病之外 就只专心做一件事 那就督促各郡搜刮顶尖资源 以最快的速度运到皇城来 随着时间流逝 风霜皇帝的御令 和帝国各郡的异动 惹得帝国百姓们议论纷纷 王宫大臣们也绞尽脑汁 揣测风霜皇帝的用意 甚至设法试探 但风霜皇帝并无任何异常 也绝对保守秘密 不肯透露半点 二十三天之后 又到了深夜 风霜皇帝按照惯例 独自前往那间密室 去探望颜克 汇报资源储备情况 经过二十多天的闭关疗养 颜克耗费了价值两千多亿的顶尖资源 伤势恢复得极快 他的内外伤都接近痊愈了 只有神魂的伤势还要慢慢疗养 至于他的实力 也恢复到七成左右 密室和他的空间神界里 还堆积着价值三千多亿的修炼资源 他最多在消耗千亿修炼资源 就能恢复如初了 这时 颜克又对风霜皇帝下达了新的命令 以你的名义 在一个月之内 召集至少三百名上尉神军 越多越好 召集到的上尉神军 全部到皇城来集合 等待本王的命令 风霜皇帝毫不犹豫地攻身行礼 道了生尊命 对于颜克的命令 他是无条件服从的 但是 他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如实禀报道 其禀主上 风霜帝国境内 上尉神军的数量 勉强达到三百 可这其中 隶属于老奴麾下的 仅有一百二十多人 若要强行征调三百名上尉神军 定会引发帝国动乱 颜克明白他的意思 摆了摆手 道 风霜帝国的人数不够 那就从十几个神国争掉 那十五个神国 都是风霜帝国的蜀国 岂能抗命 风霜皇帝顿时松了口气 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 道 既然如此 那就好办了 请主上放心 老奴定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 颜克神王点头表示满意 勉励了他几句 风霜皇帝颇为受用 心情还有些小激动 于是 他又壮着胆子问道 老奴斗胆 想问主上召集三百神军做什么 请主上勿怪 老奴是想知道您的打算 才好提前做准备和安排 颜克神王也不发怒 面色冰朗 与其默然地道 那三百名上尉神军 自然是要给本王当炮灰的 本王要带着他们 去大颜帝国报仇 杀了那三个狗贼 风霜皇帝身躯一阵 表情有些难看 尽管他变成了傀儡 对颜克绝对忠诚 但他并未丧失思考能力 他非常清楚 一旦那三百名上尉神军折损 对风霜帝国的打击无比沉重 于是 他也暗自改变了主意 原本他想的是 从每个神国抽掉十个上尉神军 风霜帝国抽掉一百五十名神军 现在他决定 每个神国召集二十名上尉神军 风霜帝国一个都不出 沉默了片刻 风霜皇帝功声道 主上若无其他吩咐 老奴这就告退了 颜克再次摆手 示意他退下 待风霜皇帝离开后 颜克继续闭关疗伤 风霜皇帝又连夜颁布一道神域 传给麾下的十五个蜀国 神域中明确要求 每个神国抽掉二十名上尉神军 尽快赶赴皇城集合 此事限期一个月内完成 若有过期 没完成任务者 将受到严惩 若哪个神国超额完成任务 将受到他的嘉奖 很快 这道神域就在各个神国传开了 十五个神国立即沸腾了 无数强者们议论纷纷 再加上之前 风霜皇帝大肆搜刮修炼资源的事 也被各大神国所知 一时间 十五个神国都议论纷纷 按地揣测风霜皇帝的用意 风霜皇帝得知这些 却没多大反应 毕竟 那十五个神国再怎么不愿意 也不敢违抗他的御令 严克吩咐的任务 必定能在期限内完成 时间过得很快 四十四天就这样过去了 在风霜皇帝的强硬命令下 十五个神国果然在期限内完成了任务 仅仅二十天 来自十五个神国的三百名上尉神军 就在皇城集合了 风霜皇帝将这个消息禀报严克之后 严克立即停止闭关疗伤 离开了密室 反正他又消耗千亿资源 伤势并无大碍 实力也恢复到九成了 如今炮灰已经凑齐 他的复仇之心饥渴难耐 一天也不愿多等了 他施法进入隐身状态 跟着风霜皇帝离开了密室 在皇宫的广场上 严克见到了三百名上尉神军 那些上尉神军的实力境界 都在七重和八重左右 士气有些低落 但严克并不在乎这些 反正在他的眼中 那些上尉神军跟死人也没啥区别 接下来 风霜皇帝亲自开口讲话 说了很多鼓舞士气的话 他有意误导三百名上尉神军 说要御驾亲征带领大家前往大炎帝国 自然而然的 众多神军们便以为这次出征 是要攻打大炎帝国 能跟随皇帝一起建功立业 非但不是去送死 反而是升官发财 平步青云的绝佳机会 于是 诸多神军们的士气飙升 都变得热血沸腾 做完战前动员之后 风霜皇帝便带着三百名上尉神军 浩浩荡荡地登上神剑 往北方进发 第3276章激战 明面上看 风霜皇帝是此次北征的统帅 随他出征的全是上尉神军 刚好三百名 但实际上 风霜帝国不可能一个强者都不出动 至少 禁卫军都统 18名帝国供奉是要随行的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风霜皇帝 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参加战争 如此一来 严苛带领的上尉神军数量达到了三百二十人 众人分成两座极品军级神剑 快如极电地飞过天空 一路向北极池 短短四天之后 两艘神剑就离开风霜帝国 彼得大阎帝国的边境 两大帝国的边境线 是连绵无边的山脉 两艘神剑前方的维俄山脉 名为魂荡山 此处是兵家必争之地 山势险峻一守难攻 五千年以前 两大帝国时常有摩擦 偶尔还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那时的魂荡山 就有重兵把守 长期都有强者坐镇 尽管这五千年来 两大帝国之间摩擦较少 再也没有引发战争 但大阎帝国受伤太多次 对封双帝国的戒心始终没有消除 以至于 镇守魂荡山的守军虽有裁剑 但始终没有撤离 如今的魂荡山 由十万大阎精兵镇守 统帅是大阎皇帝的新副干将 镇南大将军 两位副统帅 也是帝国之内威名赫赫 战功标饼的猛将 都是八重镜的上尉神军 此时 橘红的夕阳膝下 即将引没于地平线 魂荡山附近云雾浓厚 被夕阳映照的一片惊鸿 看似令人陶醉的美景 却仿佛预示着血光之灾和杀戮 刷 刷 两艘神剑并不隐形 大摇大摆地飞过天空 要跨过魂荡山 镇守关爱的守军 赤猴和哨兵 都发现两艘神剑的出现 立刻发出了警戒和信号 眨眼间 便有上千名踢甲直剑的守军 气势汹汹地飞上天空 拦截那两艘神剑 为首的千夫长河参江 还义正言辞地发出了警告 这里是大炎帝国边境 不容擅闯和侵犯 请立刻停下 接受我们的检查 否则格杀勿论 对于来自封双帝国的人和神剑 守军们向来报以最大的警惕和戒备 过去的几千年间 也有许多封双帝国的神灵和神剑 路过魂荡山进入大炎帝国 但那些神灵和神剑 都要接受盘查和刁难 确定没有威胁之后 才被允许进入大炎帝国 但守军们并未想到 这两艘来势汹汹的神剑里 全是他们惹不起的强者 神剑毫无停留的意思 横冲直撞地往前飞 上千名守军当即拔出刀剑 齐心协力地使出神通秘法 朝两艘神剑杀去 然而 两艘神剑同时开炮 释放出上百道璀璨的神光 轰轰轰轰轰 扑天盖地的神力光柱 犹如剑雨般残射 淹没了上千名守军 只听得闷响声接连爆出 天空中绽放七彩神光 迸发出强悍的冲击波 眨眼间 上千名守军就粉身碎骨 灰飞烟灭了 如此情景 瞬间激怒了魂荡山的守军和将领们 随着阵阵怒吼和咆哮声响起 至少两百多名神军 带着两万多名守军 气势如虹地杀向两艘神剑 对方如此凶残狠辣 守军们也不必再说废话 全力消灭两艘神剑 才能为死去的守军报仇 一场激烈的厮杀大战 就此爆发了 两艘神剑亮起耀眼的神光 不但凝结了防御护盾 还全力开火 释放出数百道神力光柱 轰向那两万多守军 并且 还有两百名上尉神军 也从神剑中杀了出来 他们怀着剑弓立业 奋勇杀敌的心态 气势汹汹地杀向漫天守军 上尉神军一出手 自然是毁天灭地 神光照要几万里 那一刻 铺天盖地的神光洪流 吸着毁灭一切的威势 从天而降 不止两万多守军 大惊失色 满腔惊骇 就连魂荡山内的七万多守军 诸多将领和统帅们 也是神色巨变 通隆隆 毁天灭地的神通秘法 瞬间击溃了守备大军的攻击 摧毁了守军的阵型 双方第一轮交锋 便有七千多名守军 惨死于两百神军的轰杀之下 另外还有三千多名守军 也被打成重伤 凄惨狼狈的后退 天空中蹦见出无尽神血 如倾盆大雨 洒落在魂荡山间 染红了森林与大地 凄惨的嚎叫声 愤怒的咒骂合金呼声 还有各种神术碰撞的巨响 充斥于天地之间 震耳欲聋 两位副统帅当机立断 率领剩下的七万多守军 全力围攻两艘神剑和两百神军 所有人都知道 这次的事态非常严重 封双帝国竟然派出两艘神剑 两百名山尾神军 对魂荡山展开了偷袭 众人都猜到 这只是封双帝国的先锋 不久之后 封双帝国的大军就会跨过魂荡山 杀入大盐帝国 因此 希望多守军都遇血奋战 誓死捍卫边关 为帝国子民们争取时间 他们拖延的时间越久 帝国收到消息之后 就能更快做出反应和对策 惊天动地的大战 波及方圆几万里 魂荡山剧烈摇晃 许多山峰都崩裂倒塌 正在闭关修炼的震南大将军被惊醒了 他以神式探查周围两万里 看清楚双方交战的情况后 脸色变得极其阴沉 眼神也无比凝重 他毫不犹豫地寄出一枚金色预检 快速输入加密消息之后 发了出去 这时等级最高的传讯预检 仅限于情况紧急时 他向大言皇帝汇报军情才使用 发送传讯预检之后 镇南大将军穿上神台 握着神枪 大步离开密室 杀气腾腾地冲上了天穷 封双帝国的贼子们 终究是亡我帝国之心不死 持隔五千年之久 竟然趁我们不备 再度发动了袭击 这一次你们想跨过魂荡山 就踏过本座的尸体吧 镇南大将军气势如红 声如红中地咆哮着 他浑身绽放冲天血焰 似一爆闪神光 汉勇无双地杀进了战场 剩余的七万多守军 都被他的气势感染 立刻士气大掌 奋不顾身地展开冲杀 那两百名上尉神军 也更加卖命地进攻 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踏平魂荡山 毕竟 风霜皇帝在神剑里看着战场 这是他们表现的机会 第3277章噩耗 尽管 交战双方的人数差距很大 风霜帝国一方 只有两百名上尉神军 而大炎帝国一方 人数却多达十万 但是 厮杀大战的结果 却是惊人的反差 从大战开始 大炎帝国的守军人数 就疯狂减少 才开战短短一刻钟 大炎守军就锐减一半 仅剩五万人左右 当然了 率先阵亡的守军 实力和战斗经验都略逊一筹 幸存下来的五万守军 明显更加精锐 战斗力也更强 哪怕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 他们也能稳住阵脚 并未崩溃败逃 在众多守将的指挥下 五万守军迅速结成战阵 齐心协力 联手抵挡两百上尉神军的冲杀 此举果然有效 守军阵亡的速度明显下降 两百名上尉神军的进攻势头 也为之减弱几分 见此情景 颜克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他处于隐身状态 待在封双皇帝专属的密室中 关注着战场的情况 而封双皇帝坐在战舰的主厅内 随时听后颜克的吩咐 指挥众多神军们作战 敬畏军都统和十八名供奉 也都站在主厅中 随时听后命令 本王赶时间 不要与那些杂鱼多作纠缠 速战速决 颜克用神式传音 对封双皇帝下达了命令 封双皇帝连忙回应 传音道了一生遵命 然后 他又向众多神军们下令 命令一百名上尉神军参战 留守在两艘神剑里的上百名神军 早就整装待发 只等封双皇帝一声令下 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冲出战舰 会武神兵力剑发起了冲杀 魂荡山的四万多守军们 以为封双帝谷的先锋团 只有两百名上尉神军 即便如此 他们也绝对守不住 不出半个时辰就要被屠戮殆尽 可他们没想到 半路又杀出了上百名神军强者 心中震惊 骇然之下 守军的士气受到冲击 战阵也明显变形了 刷刷刷 轰隆隆 随着那一百名上尉神军的加入 扑天盖地的神树光芒倾泻而下 数万守军顿时遭遇灭顶之灾 至少有上万名守军 当场在神树光芒中粉身碎骨 蹦践出漫天血雨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三百名上尉神军联手进攻 气势达到最巅峰 真正是无约能倒 而那幸存的三万多守军 立刻就崩溃了 惨遭无情的屠杀 短短半刻钟之后 这场大战就结束了 三万多守军被屠戮殆尽 几乎没留下虎口 毕竟那些天神静的守军们 根本逃不出方圆万里 哪怕是战斗余波 都能将他们轰成碎渣 顾身敖战 玉血拼杀到最后的 是镇南大将军 但他在二十多个 上尉神军的围攻下 只坚持了三招 就被彻底轰杀 随着镇南大将军被杀 这场大战彻底结束 魂荡山被夷为屏蔽 方圆三万里都变成废墟 许多为恶的山峰都不复存在 十万守军和众多将领 全都葬身于此 废墟般的战场 被十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 战场上到处都散落着神兵利息 还有许多铠甲装备和空间戒指 那三百名上尉神军 按照惯例要打扫战场 收拾战力艇 这一战 他们的损伤并不大 只有几个七重镜的神军战死 三十多人受伤而已 相比起丰厚的战力艇 他们可谓大转 但是 风霜皇帝却下达命令 让众人迅速回归神舰 继续前进 如此反常的命令 让三百神军都感到诧异 这不像是打仗啊 哪有遇血奋战之后 不打扫战场 不清点战力艇的事 但风霜皇帝高高在上 自然不可能开口解释 禁卫军都统联盟出面 向三百神军解释道 此次我们突袭大炎帝国 为何精兵剑从 就是为了打一场出其不意的闪电战 任何耽搁时间的事 都会一物战机 影响皇帝陛下的计划 听到这里 三百神军才恍然大悟 众人都猜测 风霜皇帝的目标 很可能是大炎帝国的帝都 又或者是某处非常重要的宝地 于是 众多神军都放弃收拾战力艇 快速返回神剑中 刷 刷 两艘神剑再次开拔 快如闪电的划破黑夜 直奔北方而去 与此同时 大炎帝国的帝都 夜幕才降临不久 帝都内灯火辉煌 依旧繁华热闹 皇宫内也是灯火通明 人影冲冲 皇帝炎永宁正在书房中处理政务 神色缩然 双眉紧皱 自从清御神宫纳剑室之后 五十家势力的神军强者 几乎全军覆没 不但各大宗派 世家的神军 全部死在清御神宫 皇室强者也是一样的下场 就连炎是老祖炎天刚 也是一去不回 炎永宁曾派黑炎都统和大批禁军 前往云海秘境 寻找炎天刚等人的下落 结果 黑炎都统等人汇报 清御神宫消失了 至于炎天刚等人 也都无影无踪 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迫不得已 炎永宁只能去祖辞查看炎天刚的命魂灯 结果 炎天刚的命魂灯灭了 代表他已经陨落 清御神宫的行动失败 让大炎帝国的强者数量锐减 鼓励大打折扣 尤其是炎天刚陨落 众多皇室强者死亡 让皇族的势力更加不弱 尽管 炎永宁的心腹大患连亲王 也被祭天行杀了 但这点收获 相比起大炎帝国的损失 实在是为不足道 近两个月时间 炎永宁才从这个沉重的打击中 逐渐缓过境来 但他的心情还是很差 脾气也比往日更加暴躁 忽然一道金色神光从天而降 落在炎永宁的面前 刷金光停止 现出一块金色的玉解 缓缓旋转着 看到这枚雕刻着神秘图案的玉解 炎永宁身躯一僵 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霾 镇南大将军的紧急传讯 难道魂荡山大营出了什么事 炎永宁狠狠皱眉 心中冒出一丝不妙的预感 连忙伸手握住玉解 施法解开玉解的封印 他以神事侵入其中 读取玉解里的情报消息 玉解果然是镇南大将军发来的 内容非常简洁 只有一句话 但就是那一句话 让炎永宁如遭雷疾 神色巨变 风霜帝国的两百名上尉神军做先锋 连夜突袭魂荡山 守军伤亡惨重 恐不能抵挡多久 请陛下早做防范 第3278章相遇 那一杀 炎永宁的脸色铁青 双目阴寒如冰 浑身也迸发出冲天的怒意 5100多年 两国已经休战5000年了 该死的风霜皇帝 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战争 卑鄙无耻的混蛋 他一定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知道本国严重受挫 才会趁火打劫 炎永宁愤怒地低吼着 额头清惊暴跳 面色也有些猙獰 若是以往 就算风霜帝国发动战争 他也不会畏惧和退缩 尽管大炎帝国的势力稍弱 但是作为防守一方 问题也不大 可现在不同 大炎帝国刚遭受惨重打击 风霜帝国就来突袭 若处理不当 大炎帝国的处境必定雪上加霜 轻则国运大损 丢成失地 重者强者凋零 百万大军被屠戮 引得诸多神国都动乱不安 总而言之 这是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大炎帝国的命运 很有可能就此改写 深呼吸几次之后 炎永宁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皱眉分析情况 两百名上尉神军坐先锋 风霜帝国还真是下了血本 平魂荡山的十万守军 定然抵挡不住 恐怕两三个时辰就被屠杀殆尽 就算朕即刻下令 从附近的神国调集大军赶去支援 时间也根本来不及 镇南大将军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并未向朕求援 而是让朕早做防范 想必 大将军已经做好了 为国牺牲的准备 想到这里 炎永宁的面色更阴沉几分 他连忙召集大元帅 近卫军都统和十几位将军 赶到书房来商议军情 片刻后 众人接到炎永宁的紧急预令 便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半刻钟之后 大炎帝国的最高将领都到齐了 所有人都预感到 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 心情和表情都很凝重 炎永宁声音低沉地说明了情况 果断下达命令 给众将领吩咐了任务 风霜帝国来势汹汹 混荡山今夜必定失守 镇南大将军也可能为国捐躯 那十万守军能做的 只是为我们争取时间 即刻传训给越南神国 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大军和强者 赶赴神国中部的炎陵山脉 拦截风霜帝国的先锋团 另外 以朕的名义发出预令 召告各大神国 在最短的时间内抽调大军 赶到皇城来集合 守卫皇城 炎永宁也猜到 风霜帝国此次突袭的目标 很有可能是皇城 他一边让沿途各国派遣大军 去拦截风霜帝国的两艘神剑 一边又从其他神国 抽调大批强者和大军 赶到皇城来护驾 他冷静地下达一条又一条命令 给大元帅和大将军们 都分配了相应的任务 众人也不耽搁时间 接受任务之后 便退出书房 执行命令去了 待众人全部离去 书房中谨慎下眼永宁一人 这时书房角落冒出一道黑影 来到盐永宁的身后 恭敬地站着 陛下 风霜帝国养金蓄锐五千年 趁此机会发动突袭 必然不会那么简单 两百尚未神军做先锋 其后必然还有百万大军 以本国现在的情况 绝对无法抵挡风霜帝国的入侵 只能突延时间 或许一个月内 风霜帝国的大军 就要杀到皇城之外了 此人正是黑炎都统 盐永宁的绝对心腹 盐永宁听完这番话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赞同地点了点头 没错 你所说的这些 朕也早有预料 所以 朕刚才所做的部署 只是敬礼而为 突延时间罢了 朕想化解这场战争 避免大军伤亡 只有请御主大人出面 黑炎都统陈吟片刻 才点头表示赞同 虽然御主大人常言闭关 神龙见首不见尾 行踪非常神秘 但他早有御令 为了维持天北御的和平安定 禁止帝国之间发动清朝之战 只要陛下将此事禀报 给御主大人 他一定会出面干预的 盐永宁不再多说什么 立刻离开书房 前往皇宫的地下宫殿 在帝宫之中 有一处常言封闭的密室 里面有一座祭坛 是专门用来传讯 联系天北御主的 当然 不到情况危急 万不得已的时候 盐永宁也不敢开启那间密室 而现在 情况已经迫在眉睫了 他别无选择 只能打开那间密室 通过传讯祭坛 向天北御主求救 两天时间一晃而过 封双帝国的两艘神剑 在越南神国的境内及持 并未遇到任何阻力 毕竟各郡城的守军和强者们 力量非常薄弱 他们连神剑的行踪都无法察觉 又如何出手拦截 此刻正是深夜 高天上繁星点点 月光皎洁 神剑之内 风霜皇帝站在密室中 姿态恭敬地弯着腰 对颜柯炳报道 祈炳主上 前方五十万里就是颜陵山脉了 那是夜南神国中部的一大关爱 也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 以大炎皇帝的行事作风 定会在炎陵山脉布置重兵 拦截我们 炎克盘西坐在神域大椅上 以傅闭目养神的姿态 实际上 他一直在施展监察天地的神通秘术 探查方圆四万里的情况 沿途搜过之处 他都搜查了一遍 并未找到他的目标 但他坚信 既天行 朝清玉和兰儿的气息都很特殊 只要出现在他周围四万里 就绝对逃不过他的探查 沉默了片刻 炎克才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必过多纠缠 尽快跨过炎陵山脉 不能耽误本王的正事 风霜皇帝立刻躬身行礼 道老奴明白 随后 风霜皇帝退出密室 传达命令去了 炎克文斯不动 继续施展神通秘术 与此同时 一艘漆黑的神剑 从北方往南及池 将要抵达阎陵山脉 神剑的驾驶舱内 只有一位黑法白袍的人族青年 他独自驾驭神剑飞行 神势却延伸开来 探查方圆三万里的情况 剑前方的维俄山脉中 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神灵 他忍不住皱起眉头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夜南神国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我一路南下 看到各郡城都有大军出征 快速往南汇聚 第3279章天助我也 毫无疑问 此人正是济天行 不久前 他与朝清玉 然而分道扬镳 便驾驭着神剑一路南下 云瑶姬科和真红等人 在九天石掘塔中闭关苦修 灵雪和血患神军等人 待在神剑的密室中修炼 众人都忙于提升实力 祭天行便没有打扰他们 独自驾驭神剑赶路 赶路的途中 他也想好了接下来的计划 天北域在号天大陆的最北端 他要离开天北域 一路向南飞行 直至离开号天大陆 离开号天大陆之后 他会往东南方飞去 跨过两大海域和轮回岛 将会抵达混沌大陆 千年之前 他的领地天山域 就在那座大陆上 尽管千年前的众神大战 使得他和身边的亲朋都陨落了 但他在天山域还有旧部 还有无数忠心耿耿的高手和卫士 在混沌大陆上 他也还有一些交情颇深 重情重义的朋友 即便千年时间过去 神界早已误是人非 他还是想回混沌大陆去看看 他想知道 曾经的部下和卫士 还有那些交情颇深的朋友们 是否还活着 若还有人活着 又是否愿意跟随 帮助他复仇 重回巅峰 退一步来说 就算曾经的部下和朋友们不在了 他也想回去故地重游 全当缅怀和祭奠 当然 这只是初步计划 他还想过另一个可能 若他在前往混沌大陆的过程中 突破到神王境了 那他就改变计划 选择进入轮回岛 通过空间通道前往龙界 先去寻找祭吾恨 反正他现在是神君境九重 不久后便能成为巅峰神君 再进一步 就能突破神王境 而他从浩天大陆前往混沌大陆 就算一路顺利 少说也要两三年时间 若是途中不顺利 耗费几十几百年都有可能 怀着这些想法和打算 祭天行对未来的旅程充满期待 不知不觉 他于三天前进入夜南神国 赶路的途中 他发现夜南神国的局势有些紧张 许多郡城都派出了精锐大军 全速赶往南方 似乎在朝一个方向会合 当时祭天行就觉得奇怪 猜测夜南神国发生了什么事 今夜 当他抵达阎陵山脉时 才恍然大悟 来自各郡城的几十万精锐士兵 还有一千多名神军 都会聚在阎陵山脉 摆出了浩浩荡荡的防御阵型 祭天行让神剑庭在阎陵山脉的上方 悬浮于云雾之中 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几万里山脉 暗自揣测到 无缘无故 夜南神国不会发动战争 也不会调集六十多万大军 在这里集合 除非是遭到强敌入侵 迫不得已召集大军防守 夜南神国在大炎帝国的最南方 再往南就是边境线 越过边境就是风霜帝国 难道说 是风霜帝国的大军杀来了吗 念及于此 既天行便猜到了答案 有八成把握 大炎帝国和风霜帝国是老对头 近五千年没有交战 但在那之前 两国纠缠厮厮杀了两万多年 而且 星域神宫的那件事 让大炎帝国的顶尖强者凋零 三百多个中尉和上尉神军陨落 大炎帝国的势力衰弱 风霜帝国肯定也察觉到了 才会趁机派出大军进攻 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 既天行稍微一分析 就猜到了答案和真相 他本不想管这些俗事 直接离开即可 但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留下 静观其变 毕竟 炎永宁曾经帮过他 允许他进入藏书阁 阅览了大炎帝国的珍贵藏书 而他前往清御神宫 破坏了炎永宁号十九年的计划 抢走了神宫里的王级材料 还放出了被镇压的兰儿 那一系列的事 导致大炎帝国的三百多名神军陨落 连炎天刚都被他杀了 说起来 他还是有些愧对炎永宁和大炎帝国的 如今大炎帝国的力量空虚 风霜帝国的大军入侵 也跟他脱不了干系 所以 他决定观察一下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他愿意出手相助 抵挡风霜帝国的入侵 这样一来 也算是对炎永宁的一点补偿 他刚打定主意 炎陵山脉中的六十万大军 已经排列好了战阵 整整十五座战阵 分布在方圆五万里的山脉中 炎阵以待 没过多久 南方的夜空中就有两道神光 急驰而来 吸着令人骇然的强大神威 既天行用神是一探 便发现那是两艘神剑 咦 不是风霜帝国的大军 竟然只有两艘神剑 那能装多少人 最多几百人 不到一千吧 既天行骤起眉头 颇为疑惑 下一杀 大军也发现两艘神剑到来 在众多神军将领的指挥下 十几万大军联手发动攻击 杀向那两艘神剑 而那两艘神剑 速度丝毫不减 也没有半点避让的意思 两座神剑都全力开火 释放出数百道神力光柱 从夜空中倾泻而下 同时 还有两百多道耀眼的神光 从神剑里飞出来 那是两百多个杀气腾腾的上尉神军 全都挥舞神兵利器 施展毁天灭地的神通 发起了进攻 一场人数差距悬殊的大战 瞬间爆发了 既天行用神是看清那两百多个神军之后 才露出世然的眼神 难怪两艘神剑就赶入清大炎帝国 还惹得夜南神国风声鹤唳 调集六十万大军来抵挡 原来 风霜帝国的先锋团 竟然是两百多个上尉神军 如此强悍的先锋团 足以横扫一切 把六十万大军屠杀殆尽了 看出那些神军的实力境界 既天行就预料到了结果 若他不出首相柱 最多两个时辰之后 六十万大军就要死光 毕竟一名上尉神军可当数千名天神镜的军士 两百多名上尉神军联手 连下尉神王都有机会围杀 打定主义之后 既天行果断收起了神剑 他既出藏天剑 进入隐身状态 小然飞向战场 朝最近的十几个上尉神军 发起了突袭 也就在这个时候 风霜皇帝所在的神剑中 坐在密室里的颜客 陡然睁开双眼 露出浓浓的惊喜之色 是他该死的小畜生 竟然自己送上门了 真是天助我也 哈哈哈哈 第3280章幕后主使 进入夜南神国之后 颜客一直在施展神通秘术 沿途搜索记天行 朝清御和兰儿的气息 尽管这种行为 犹如大海捞针 但他心想着 三百名上尉神军一路北征 屠戮众多守军 并会引起大炎帝国恐慌 像记天行 朝清御和兰儿这种强者 一旦得知这个消息 多半会赶来助阵 最不济 也会亲自来查看情况 毕竟 他们三个都是大炎帝国的子民 多少对大炎帝国有些感情 如此一来 颜客就有机会抓住记天行 即杀朝清御和兰儿 但这只是他的计划 并没有足够的把握 确保能够成功 以及什么时候成功 而现在 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颜客在完全不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探查到记天行的踪迹 顿时欣喜若狂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出神剑 新手打伤记天行 将其封印请拿 毕竟 记天行对颜是一族的密星了若指掌 颜客必须抓住他 好跟问底 把这件事弄清楚 如果记天行拒不交代 那他就杀了记天行 炼化他的神魂记忆 然而 这个念头在颜客的脑海中一闪即逝 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记天行的实力很强 堪比下位神王 且诡计多端 擅长各种神通 想在短时间内将其打伤 并成功擎拿 绝非易事 如此情况下 那两百多名上位神军 就要派上用场了 想到这里 颜客连忙用神士传音 对风霜皇帝下令道 传令下去 一半的人抵挡大军围攻 另一半的人 逐步向西北方集合 在那片区域 有个身穿白袍的人族青年 务必将其围住 不惜代价 大厅之中 正在指挥战斗的风霜皇帝 立刻传音到了一生遵命 然后 他转达颜客的吩咐 对众多神军下达了命令 夜幕下的战场 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两百多名上位神军的攻势 明显减弱了几分 一半的神军 继续施法抵挡大军的围攻 快速屠杀守军 而另一半神军 一边诛杀守军的同时 快速朝西北方赶去 形成一道巨大的包围圈 这些上位神军们 都有了新的任务和目标 一个身穿白袍的人族青年 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将其围住 绝不能让其逃走 与此同时 既天行已经在战场中 大开杀戒 所向披靡 他身影飘忽不定 如同鬼魅 幻影一般 在天空中忽影忽现 每一次身影闪烁 他都释放初破天概地的剑光 洒向几个或几十个上位神军 神妙无双的剑法 绽放着绚烂的五彩神光 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并蕴含上百种神道法则之力 但凡被剑光笼罩的上位神军 皆是插翅难飞 再劫难逃 轻者幸免于死 只是被剑光打成重伤 或斩断臂膀和腿脚 众者神区被剑光摧毁 化作漫天血肉碎渣 剑出大棚的血物 还有些更倒霉的上位神军 不仅神区被摧毁了 神区也被当场击溃 剑落无数碎片 继天行就像一把封锐无双的尖刀 在战场上自意游走 肆意切割敌人的阵型 他速度极快 让人防不升防 他实力超强 杀伤力恐怖 让诸多上位神军们无法抵挡 短短百席时间 继天行就刺杀了三十多个上位神军 打伤了四十多人 如此害人的战机 令得上位神军们心惊胆战 内心惶恐的同时 也被感疑惑 那个白袍小子是谁 大炎帝国的超级猛将妈 他的实力好恐怖 哪怕是巅峰神军 也不可能像他那么强悍啊 他不是大炎神族 而是人族 为何他要为大炎帝国效力 大炎帝国只有寥寥几个巅峰神军 但那小子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他到底是谁 难怪皇帝陛下命令我们全力围住那家伙 若再不阻止他 我们的人要被他杀光 诸多上位神军们 快速斩杀周围的守军 加快速度收缩包围圈 他们一边发出惊呼 满腔疑惑的议论询问 一边施法截杀季天行 很快 又是百息时间过去了 在此期间 季天行又刺杀了十三个上位神军 打伤了二十多人 但是 八十多名上位神军完成合围 将包围圈缩小到方圆五百里 在这道包围圈中 只有季天行一人 所有守军都被杀光了 八十多个上位神军的神士 都牢牢锁定季天行 拼尽全力地发起了围攻 刷 刷刷刷 搜 搜搜 刺眼薄目的神光 扑天盖地的神树光影 如滔天洪水般倾泻而下 朝季天行轰去 见此情景 既天行顿时皱起了眉头 双眼中闪烁寒光 他并非担忧和畏惧 就算那些上位神军们联手围攻 只要他施展魂天无极之术 并能躲过这一劫 但他意识到不妙 心中隐约猜到了什么 我连续斩杀那么多神军 引起众多神军恐慌 他们才联手围攻我 这倒是合乎情理 但是两百多名神军都不慌乱 分工很明确 一半的人抵挡大军 另一半的人来围攻我 这绝不是临场应变 肯定是有人指挥 并且提前就做了部署 是谁 风霜帝国之内 有谁会认识我 知道我的威胁巨大 并且 此人的地位高高在上 能指挥和命令三百上位神军 既天行敏锐地察觉到 这里面很有问题 他脑海中冒出的首要答案 便是风霜皇帝 也只有风霜皇帝 才能指挥和驾驭三百上位神军 不过 风霜皇帝怎么会御驾清征 亲自杀进大炎帝国的领地 这根本不合常理 想到这里 既天行的脑海中 又冒出另一个想法 除非 风霜皇帝的背后 还有幕后主使 他隐约猜到了什么 便释放神士探向元楚的两艘神剑 然而 那两艘神剑里只有十几道上位神军的气息 其中实力最强者 也不过是两个巅峰神军 他猜想的那个人 并不在两艘神剑中 魂天无极 下一杀 既天行施展底牌绝技 身躯变得透明模糊 紧接着 铺天盖地的神树光影倾泻下来 毫无迟迟地穿过他 轰杀在山川大地之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